明星要收睇哭 明星最初是要看 Чтобы 北山所以我也要看 《监督教忠教室》 《监督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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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周我们一开始进入东坡 徐州时期的阶段 當背景我覺得不需要再重複了 第一個是他離開韓州以後 第三度我在地上認關 隨著年齡的增長 還有政治的血和和嫁送之後 在十歲沒有直接的政治事情的話 作出一些反應 但整體的心情是這樣可想而知的 所以我們前面看到他這種愉悅的時候 有一種很深層的古今如夢的一種感傷 但這種情緒其實不能擴散 看他怎麼樣去紓解 那下面我們就再看看另外一組的作品 在123年開始從八十一首到八十五首 這麼寫在五首的管機上 五首作品都有它的關聯性 管機上是個小粒 五首有不同的內容 當組合為一個整體 那以前我們中國詩歌裡面 或者在早期的詞有一種叫連章體 就是說透過一個這樣的組合方式 寫出更複雜的內容 更詳盡的一個內容 然後去鋪陳更多的故事 但他們比起先有它的關聯性 那這一個這作品 我們前面看到東坡寫《勇裕樂》的時候 也談到過當他弟弟離開之後 在4010年的七月黃河雀堤 徐州水患 那東坡很勉勵地守住了這個城市 然後第二年春天有好景不長了 有發生了旱災 從水災就有到旱災 所以東坡就在詩裡面 也一直有提到過災情相當的嚴重 那那束手無策 不曉得怎麼辦 那水路也不通 那東坡聽到當時的一些地方人士的說法 走到城東的石潭去求雨 那地方官如果你不迷信也無可奈何 真的在這個情形下只能走進一步走一步了 所以就起雨 不久果然天降甘霖了 那東坡於是又到石潭那邊去洩雨 最後他寫了圖中寫了五首晚溪沙 來寫完了經過下雨之後 農村生活的一些狀況 所以這裏在晚溪沙前面的序文就籠統的說了這個事情 他說石門石潭謝雨 就到石門的地方去 那這個潭在城東二十里的地方 他說了潭在城東二十里 常與四歲貞檢清酌相義 早期東坡任官他覺得很清醒 水路相通 好像到別的地方去都有他的關聯性 他從山東來來到徐州 那四水源自三東 那四水會串到 來在這個水裡面跟眼前的這個 城東的這個水流也可以互相有交接的 所以他們的顏色啊清酌啊都是啊有 可以啊有他的意志性 所以他來說有很親切的感覺 好像還在啊我們的中原故地裡面呢 不斷的周旋 還沒有完全離開這個地方 好五雀詞當然 我們前面呢也看過東坡寫的晚溪沙 但這裡面呢充分發揮東坡的一個寫晚溪沙的特色 晚溪那個吊死了六句前面三句後面也三句 後面那一段啊下面有個對句 所以壓了五個韻 每個韻我們講過就是一個情節 必須要做一個結束 東坡充分利用這一點的 他好像一個導遊或者一個旅行家這樣的 把他所看到的景色看到的畫面 一一呢都鋪陳出來 所以他會利用呢比如上篇的一句一景一句一景 每個景之間好像單獨了 但事實上有一種好像前進的一個過程中 所錄製出來的一些畫面 因為有他的一個呢 把我們讀者透過五首詞呢 不斷從啊城外到城裡啊 從啊外在的描寫到裡面的人文生活的狀況呢 一一度加以啊很詳盡的有具體 也呢很有層次的來曝曝出來的 但我們說啊詞畢竟不只是誰要說故事 最後寫出啊自己的感覺 最後第五首呢他就做個總結 看到此音執行的時候 他如何去做出一些回應 所以下面呢回到他情感的部分 所以五首之首是一個整體 他分開來寫 每一個呢都有他的一個關注點的 好像呢一個片段一個片段 但每一句每一句之間 其實像你仔細看周時一個好像連續鏡頭一樣 只是他就慢動作一個景一個景 把它拍攝出來一樣 這是後來成為啊 東坡晚西沙詞的一個特色 我們籠統把它歸納了 歸類來說說這句就叫農村詞 那過去我們說詞都是寫出了 都市繁華生活裡面的一種生活的狀況 我們看到了都市繁華的景象 藍綠相思的一個情形 當然把它跨出這個領域啊寫出外界的世界了 那農村當然是很好的另外的相對點了 誒 詞如何可以打破這個樊梨 介入民間的生活去 不過我們簡單來講啊 東坡寫農村詞你可以說也經過幾個階段的 建山式上 建山不是上 建山又是上的過程 畢竟他現在還是一個呢地方的太守 農村生活對他來說 他通常關心老百姓呢 還是個旁觀者 他不在其中 當然老百姓的生活安樂 作為長官也很高興很愉悅 相反相對的自己行政呢做得很好 農民的生活也更幸福 因此呢就會有一種很相互取悅 非常快樂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有一天呢 東坡被貶官之後去到黃州 他就不得不親自耕種 那個時候就必須要跟農地做一個很好的接觸 所以這裡面有他我們看到一種書寫 在外還是在裡面的一種不同的一個情境的 這個時候東坡是做一個旁觀者 帶領我們看看經過下雨之後 農民生活經濟復甦之後的一片和樂的景象 而因此引起出一些他的感想 這是第一個階段 那下面我們讀到黃州以後啊 我們就看到更多了他自己身體力行 親自耕種想效法陶淵明的那種狀況的 這裡面可以對照出彼此的一同的 那這個是我們看到的第一個階段 那先看第一手啊 我們看東坡怎麼去書寫這眼前的景象 我們先記住啊 因為經過一場下雨之後 農民生活比較安樂了 作為長官的他心情也比較好了 我們說啊人如果啊身心的都很疲累 心裡還有一種挫敗去那個很自閉的感覺的時候 你的感官世界是封閉的 實不知味 視而不見 聽而不聞 那你反映出來你的文學 色澤是非常的朦朧暗淡 景色也看不開闊 而且呢景色的變化也不大都很單調 但如果心情好的 那你的看到的世界就不一樣的 比較艷利 而且你的感官意識就特別強 我們可以從裡面會驗證一個作家的 心裡的狀況的 那你現在這個階段 都不還是在敵方觀覺得難民安樂 我們看到他寫出來的農村生活是非常的明亮 中間有一些啊隱憂了 可是還寫出一個了農民生活裡面的美好 他自己相對的 他的文字呈現出來的感官意識 也特別的一個明顯 你看第一首啊出來就不一樣了 他說 他說 我想東坡營啊 《勵定主義》啊 又不只一首完成了 所以這首呢 跟我們平常讀的詞不一樣 我們讀的詞都是啊 如果由景到情 由外到淚 然後做一個很完整的一個敘述 裡面的情景之間呢就很好的配合 那這首呢我們看呢 他就會講出很多事情 好像沒有一個總結的 因為他這首只是一個敵手 他還有其他的四首啊 在繼續 在進一步啊去啊 帶領啊 我們去看到他的 所描述的一個情境 還有他自己的那種反應 這首還沒到這個結局 所以這個是 跟一般單獨寫一首的晚 是不一樣的 他是一首一首做好一個 這個是個起端 再來我們說了 除了我們說啊 在感官意義上裡面 我們看到他看到的色彩 比較艷麗之外 還有就是呢 可能寫著一種樂趣 或者一種幽默感出來 如果人不寬於啊 人啊很很 很哀傷過度的時候 你根本沒辦法笑 沒辦法去啊 去開玩笑 或者什麼幽默 都無法的去把它呈現出來 那這首詞 我們看東坡的一種 某種啊趣味的地方 有人說這種詞 比較像是宋詩的手法 宋詩就是基本上 就不是太多的悲情 寫著人生的趣味 而且呢很多時候 是從啊 平常生活裡面去著筆 挖掘生活的樂趣 那這次文哲科說呢 嗯他可以啊 他是寫詩的高手嘛 不自覺就把呢 宋詩的這種特色 關注的題材 寫著手法 就注入詞裡面去創作 因此呢 就不像我們看到一種啊 傷争悲秋 委婉愛怨的那種啊 一種情調的 那這個是我們看到一種 不同的一種表現方式 那這種題材的開創 當然你看到一種 某種生命力的 如果人啊 生命都毫無樂趣 完全呢 充滿一種啊 負面的情緒的時候 你要他要走 就往前一步 都走不出來 更不要說說 文字的創作裡面 去翻 推成初心 有新的一種創造了 這種題材的創新 你不許懂了 好像是啊 他無所一半的 完全是自己去 啊 去創造出來的 可見他心 生命中的一種活力 他的一種創新的能量 源自一種生命力的 這個是跟他的一種 當時的情況是有關聯的 所以我們看文體的時候 有多面去看他 這個作戰有這樣的表現的話 顯然他 他還心還是很 還要活動量很大 還有能力去能夠 能夠打破這個規範 去做新的嘗試 好你看這個 他說 趙佑聖鴻 卵見魚 那第一首啊 就先以石壇為中心的 寫出當地的春夜風光 我們就看做了 東波的詞啊 他好像一個導演 一個導遊一樣的 把我們從村外到村裡面 從自然的風光到人世的一個 龍家生活裡面 一一舉鋪陳 這裡先寫從外面走進來了 好 還有來到這個時候呢 老百姓呢 圍觀他的一個狀態 那我們說 基本上詞很少純粹寫景的 很多時候跟人世有關 他這裡面他不寫入 他個人的這個事情 寫達老百姓那種歡樂 那這個有他的一個關聯性的 那這裡面先寫著呢 好 照入深紅 暖見魚啊 那 世神的太陽啊 而且這個時候慢慢太陽下山了 就格外的紅又大 圓圓的一個 照入深紅 太陽下山呢 但是非常深紅的 對不對 而且照在哪裡啊 照在水面上 暖見魚 當然染紅的整個潭水了 因為呢 平常是乾枯的 因為洩雨之後 像是下雨了 潭水增多了 大約呢 也湧進了很多的魚兒 魚兒在這邊 如果水很濁 因為水多的時候呢 那個濁水就把它流掉了 對不對 因此就更清澈 水不充沛 水是不清的 充沛你才會看到很清 而且這邊呢 暖暖的陽光照耀下去呢 就好像看到很多猶豫在其中了 當然也反映出 潭水是清澈嘛 暖見魚 有溫度的 我們說你讀這些詞裡面 看到東波的感官世界呢 我們說主要看到 不只它的視覺呈現的畫面 而且呢各種的感官的配合 聽覺啊 還有出覺的感受 那個暖子也不用寫出來 字裡面很少看到了 暖暖的看到魚在那邊 好像在游動的 好 解完這個景之後呢 一個押韻了 坐著就不停留了 我剛才說了 這首次採取方式 每一個景 每一個景就是一個 攝影鏡頭拍攝的一個景象 不需要多費筆摸了 你就看到一個畫面就好了 經過這個時候呢 再走進去了 連村 連村綠岸 萬長 一個對照呢 剛才是深紅色 另外一方面對照就是 深綠色 是暗綠色 一個冷色 暖色之間的對照 你看那個立體的感覺出來 畫面非常的濃艷的 那種顏色對照很強烈 而且一個是低的 一個是高處的 剛才是啊 借助陽光照在水面上 陽光好像把你打燈光一樣 照在水面上 暖暖的 有紅紅的感覺 對不對 雨在那邊流動 那另外一個呢 抬頭一看就遠出 從近處看都遠出去 而且是連村 視野完全沒有阻擋的 一個村落接一個村落 可能它從食堂高處 往下面看下去吧 一個村接一個村的 是什麼 綠岸 因為為什麼很綠岸呢 葉子長得很茂密啊 如果不是雨水充沛的話 葉子都好看 都枯黃了 對不對 但是你可能下了雨之後呢 更感覺到 夏天了 已經真的到來了 到處呢 綠岳浮蘇 非常的一個茂密 綠岸 這個是比較深色的 那時候是 他聽看到裡面什麼呢 一村富一村 枷木充龍的一個樣子 而 看到什麼 啊 晚長霧 傍晚的時候呢 看到烏鴉了 這個烏鴉未必是看到的 可能是聽到 因為呢 月夜太深了 因此你遮住你的視野 看不到裡面隱藏些什麼 欸 但是聽到烏鴉傍晚歸宿 在橋上面的時候呢 就聽到它的聲音 從遠處 陣陣地傳來 你看一個是視覺 看到魚 一個是聽覺 聽到烏鴉 而且烏鴉的聲音是非常響亮 又多又吵雜 暗藏霧了 也是傍晚的一個景象 所以你看到一種立體的感覺出來 之前我們看到 東波羅斯很少見到寫景的 這兩句呢 用的非常濃的筆裡面 寫著龍家生活 而且符合了 剛好是春末夏初的一個狀態 樹木長得多了 陽光也特別的紅燕 好 這裡是一劍一文之劍啊 就把兩個東西寫出來 而且那個劍也不容易的 如果不是啊 那個水啊很清澈 本來不易看到了 潭中的魚呢 居然也看到 你看那種有種喜出望外的 而不易啊看到了烏鴉呢 本來要容易看到烏鴉的 烏鴉飛在天上的 卻看不到 卻聽到它裡面的 傳來的聲音 那裡面呢你看看那種 不是一個那麼直接的 它做了一個很曲折的處理 不易看到的魚居然看到 本來容易看到的烏鴉 卻不易看到 卻聽到它從農業裡面 傳來的一個聲來 兩者之間呢做了很好的一個配襯 你看這個也不簡單 但多麼寫起來啊 在旅途中間呢揮灑了 鏡上看的是相當的自如的 但是看到它的功夫了 好 這裡面有好多種顏色的 有綠色的 烏鴉黑色 你想像 當然顏色不出來 你想像它的顏色 對不對 太陽的紅色 水中的清澈 水中有魚 魚的可能啊 咖啡啊 黃色都有的 各種顏色都在那邊 好 第三句呢 又走過那個連村之後呢 就進入啊 那個村落裡面去的 那一邊走一邊走呢 因為太守出巡了 東坡有名了 所以啊 老百姓爭仙恐後出來圍觀他了 我們看到什麼啊 黃銅白手 巨衰絮 你看他故意用黃銅白手 有兩種顏色 黃的白的 跟前面的紅的綠的 對不對 你看這顏色 過去我們讀過 養飾下 很少見了這個顏色 你不要說 中原是一些啊 典雅爬的職人的 都沒有那麼複雜的 而且是它是寫自然的一個景色 不是人為的 一種啊 比較艷利的物質型的東西的 好了 什麼 巨衰那個 那個 衰虛呢 巨衰虛 兩個如果在我們的中國 中文字來解釋的話 那個衰啊 是仰慕 都是抬頭看 而虛呢 那個讀虛 西於虛 虛呢 就是張開眼睛看 抬頭張開 兩個同義夫子 都是看嘛 對不對 而巨衰虛 我們有緣呢 是最巨觀的意思 如果單獨你看呢 都是看 但是兩個看幾十分之有差別的 一個讀虛 虛啊 虛啊 思維虛 是啊 張開眼睛看 虛呢 是張開眼睛看 但這個有關聯的 你看東波智商呢 你看到它不費工夫 把它表達出來 等於跟前面有關係 為什麼啊 因為第一個 是黃童 黃口小兒啊 以前說小孩子 剛 小時候的話 嘴巴好像一圈黃黃的 我們稱為黃童小兒 就是小朋友了 對不對 他是形容的小朋友 一個是 白手 白手的白髮老先生 那兩個人的眼睛 眼力不同嘛 對不對 小孩子小個子小 所以他看蘇東波的時候 他是仰著看東波的 所以 跟後面的有關聯的 那白髮老先生呢 最眼熏熏啊 或者呢 眼睛不那麼明亮 因此他就張大眼睛 來看蘇東波 所以你看 都有他的前後的關聯 所以你不是隨便用的 看得出他的很 很綿密的地方 微觀的東波 有些呢就是他 從下面看東波 有些是從 進出啊 抽過來 把東波看過清楚的 因為他們就是 想啊 多看看這個初巡的 那個大觀 那麼有名的東波 在身邊經過的一個模樣的 就是 巨碎熊 所以這裡是很 很熱烈的畫面的 整個前面 詞裡面看看 魚不是一條魚 好多魚呢 在水中不斷的游動著 而烏鴉 不是一隻烏鴉在叫 好多烏鴉 在生農的綠葉中傳來 而且人呢 人前人後 不是白髮老先生 就是拖著他的孫子啊 一些小朋友啊 微觀的東波 當然這裡為什麼沒有 一些大人 其他大人呢 人家都是龍蠻耕種去了 對不對 女生在家裡面 做啊 可能準備晚餐啊 還有自己的家務啊 採商啊 農壽的事情 而男生呢 都在農地耕種 所以這只有一些 閒閒的 黃童白手啊 跟著蘇東波啊 去啊 去出巡的 好 這裡是一個 一舉一個景 寫出啊 從物到人之間的一個變化 那上面呢 當然東波來這邊呢 主要是參加了 這裡的一個 祭拜的活動 所以說 迷路逢人 雖未慣呢 遊腦 聞骨 不虛呼 一見呢 就談出兩種動物來了 一個是迷路 迷路很害怕的 怕人怕生 那 逢人 雖未慣 逢的人呢 終於不慣了 因為還沒有 還沒有習慣 所以一個人的種生疏 當時呢 這個是 雖未慣是相對於 後面的遊腦 遊腦啊 遊腦就是猴子的 一些猴子呢 聞鼓不虛 聽到人呢 打鼓開始呢 有些慶典活動 可能想出來啊 去搶食物吃的 所以啊 聽到鼓呢 你不需要呼喊他 他已經跑到你身邊來了 這個大家可能有印象 你去啊 高雄啊 去動物園看看對不對 猴子就這樣那麼寒皮 跳在你頭上來都有的 對不對 聞鼓不虛 那個布跟水未慣 跟前面是個對照啊 還沒習慣 因為梅露還是躲躲長山 躲在樹叢裡面 露出個頭來 啊 他還沒有沒有習慣 跟人的關係 但是呢 猴子已經不一樣了 聽到你打鼓了 你不叫他了 他一定要跑到你身邊來的 那這裡面 真的兩種動物好像很有樂趣 真的有迷路在啊 在旁邊還有還有猴子嗎 也許是 也許不是 但我覺得這裡的動物可能啊 是有他的幽默的寫法的 可能真的看到 麅露在平平的 閃閃縮縮縮了 出現 你看到那猴子啊 你在那邊呢 也蠢蠢欲動的樣子 可是我們回到前面看了 黃銅白手 拒虛衰虛 明露逢人衰未官 這白髮老先生可能呢 他形容他們的狀態了 他們縱然啊 就沒見過什麼大場面 反正有一種躲躲 我猜他一下不好意思啊 所以躲在旁邊 嗯 有怒相不相不相對 一個黃銅的小朋友呢 你不叫他 他已經跑到那邊來 湊熱鬧了 所以這裡面是一語相關的 好山寫出了 周遭一些動物的狀態 事實上也比喻啊 前面的黃銅白手了 他們的某種態度了 面對啊 一個大人物在面前的時候 他們那個狀態 所以這裡面是很 我們說一種 要很幽默的一個手法了 借動物來比喻人的 那種啊 一種意趣 因為啊 山村老人啊 比較淳樸目熱 好像迷路一樣的 初見之周了 不免有幾分啊 未觀 已經生疏了 而呢 孩童呢 比較活潑好動 聽到寄神儀式開始了 就爭陷恐後 跑到前面來了 對不對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怎麼會有後面呢 歸來說語彩山姑 誰說語啊 當然不可能是迷路 跟那個猴子去跟那個姑娘說話嘛 對不對 所以啊前面那個呢 我們讀完才知道 東波要我們一末 不是真的寫動物啊 而是用這種動物啊 來比喻啊 前面的黃銅白手 這個是很妙的一種轉變的手法的 好了 那他們呢 紛紛的把這個東西啊 都看過之後 那麼呢 這個家中的女孩 也不宜啊 拋頭露臉 或者家中有事情做了 不能 親逢其會 所以呢 這些老兄 尤其是小孩子更需要 把這個八卦消息帶回去了 歸來說語彩山姑 那彩山姑他們呢 龍馬回到家的時候呢 都會紛紛去問 哎呀今天呢 看到什麼事情啊 大家紛紛去報告 哎原來跟著太守碰到 碰到什麼事情 而且描述啊 太守的形貌一番的 所以這裡面寫著一種 農村生活裡面 當大家生活比較安樂之後的那種啊 狀態 充滿一種很愉悅 很活潑的一種一種氣氛的 那這詞我們以前呢 從沒出現過的 在東波之前 是農村生活 而且寫著那麼樣的生動活潑 而且用很多的手法 各種的感官的一種啊 這個意識 其實非常的清楚地呈現出 那個當事人的一種心理的一個狀況 好了 這就是第一首啊 東波只是要不斷不斷的就 啊 前進 帶我們呢 看到不同的形貌了 那麼下面呢 我們接著看第二首了 八十二首 八十二首 八十二首了 我們的東波就走進裡面了 然後 經過這個祭拜活動之後 他就巡視一番 看看農民的生活 究竟過得如何 這趟食堂之遊啊 可能不是 可能不是 一整天的 一天的 可能呢幾天下來 他把它做一個整理 然後啊 有次序的把它排序出來 第二首啊 他說 有另外一個畫面 剛才這個比較厭力 這首不一樣的 這首只要敘事 只是女孩子 還有一樣其他的人物的狀況 那各有重點啊 這個第二首 那第二首啊 就寫也是啊 卸與途中所聞的 跟前面呢 又不一樣的 這是考驗書論破了 你不能再重複前面的情節 對不對 你如何去啊 周地取材 把不同的情節 做一個歸納整理呢 那這一首呢 上面就著重了 寫了 村姑娘的行貌了 都不買懂 寫起來也蠻幽默 也蠻自以為是的 覺得他長得有帥有好 有出眾 所以人人啊 都是他的粉絲 都來看他了 他說 那女孩子呢 中中你看了 炫抹紅窗 看死君啊 死君在東坡的自稱嘛 地方太瘦 就看我了 對不對 好 他們怎麼呢 當然覺得 哎呀這樣的村姑啊 今天好像很失禮啊 每個路啊 整理一下子啊 炫抹 炫到時很立即 急忙去打扮 我們想想看那種 你不要嫌棄他們了 跟你啊 都市人的化妝不一樣了 隨便一個紅的塗上去啊 看起來也是 蠻有趣的啊 炫抹紅妝 很快速了 把那脂粉都塗在 平常難得有這樣的一種表現啊 現在難得有太守出巡 他們每個呢都為了讓太守留下很好的印象呢 把妝啊都打扮過了 但是很快速看死君 這裡的東坡沒有針對他們的血啊 他們樣貌長得怎麼樣 也不用什麼好血啊 也不能損他們 說你化妝不好 對不對 反正這很有趣 好 而且不止一個呢 3355吉利門 那吉利門用荊棘編持的一些柴門啊 對不對 當然他們家裡面就是 村野的地方 不是很講究的對不對 3355 大家每個方 大家不敢出來 女孩子很害怕 路上跟東坡打個交互 哎呀跟他握個手 都不敢的 幾人躲在門裡面 三個 3355 一群人躲在門裡面 走了排擠在一起了 擠離門之中 結果呢 大家因為要真心恐嚇去 擠在門裡面呢 三排踏破嵌裸裙 那嵌是一種嵌槽啊 會啊 會搗出一種紅的枝裂面 會染衣服的 就是一種比較深紅色的染料 嵌裸裙 那你看看他們裝扮紅的模 衣服也是紅紅的 就代表他們也真的也蠻掌舊的 穿起了紅色的一種衣衫 但是因為呢 大家呢 在手的門口 戶上在那邊真看 所以啊 就 在這個時候呢 李退我籍啊 三排的李退我籍嘛 走蝕啊 直接有那種尖叫啊 裙子被踏破了 太少不敢多說多看了 那裙子被踏破了 就大叫一聲 哎呀他怎麼這麼一封把我的裙子踏 踏著這樣子 就啊 紛紛的傳出這些聲音來 這蠻有趣 因為在詞裡面 以前我們讀花劍子一集以來 詞怎麼寫出女孩子一種失態的樣貌呢 對不對 這個女孩子這裏呢 多麼覺得自己蠻有趣的 他把它 曝術出來 真的改寫了女孩子的 在詞中給我們看到的一般的形象 尤其就那麼天真自然嘛 對不對 也不需要什麼樣的 那種啊 大紅大綠的衣衫啊 化妝很艷麗 都不需要她們的很隨隨便便 都足以啊 讓人動容的 因為他怎麼走之那麼有趣 上排他破 嵌羅群 那這個是 你寫出這裏 你還應該寫我們對詞裡面 對女性形象的一個描繪了 很不一樣的一種手法 好 這裡短短的幾句話就 刻畫出一幅很風趣 生動的 村落 那個農村的一種風俗的一個畫面 東坡也說 東坡也一直走過去 女孩子看過他 他主要是參加這個地方的 祭拜土地神的一個活動 那東坡也不能久留了 少過之後呢 又回到那個農村的一個 舉辦活動的地方去了 好 上面呢寫到 田野池塘的 又一番的一個光景 那村民呢 老幼福西收賣社 我們社就是一種啊 以前是一個社祭 社就是每年的春秋有兩個社祭 就是祭拜土地神 那社也會行 我們呢 去祭拜土地神的地方 或者土地廟 都會稱為社 對不對 收賣 有些農人呢 當時啊 農收的時候呢 這個地方 也可能是四合約 大的一個廣場呢 有把那麥子的收割 就放在那一邊的 就是收賣社 好 大家就紛紛走到一個 也許是收賣時節吧 剛好豐收的時候 大家請東坡來了 也就啊 去看看這個地方 所以啊 就在這個土地廟的前面呢 就聚在一起了 那 人有活動了 那當然 各種動物啊 也不遑多漾啊 也很想啦 事後來密室 所以看到了 烏雁祥武賽神村 那賽神村跟收賣社是相應的 就是 銀石 賣子豐收的時期啊 應該我們這裡呢 就有一種啊 銀神賽會的那個活動了 就在一個村子的一個土地廟的前面舉辦 這兩個就是互通的 好 天空呢 鳥呢就飛翔著 有烏鴉了 還是飛鷹了 不斷地盤旋 因為啊 等一下呢 有空他們會下來會覓食 人間有活動 當然 有收 有收 有收獲 才有這樣的一種慶典嘛 所以也是很好的一個面貌 所以前面兩句啊 在對句呢 寫得很好的 很熱鬧 剛才我們沒 其實看到了 老先生 小朋友去去看東波 那個還沒有活動 原來他們一直跟著跟著東波 到那個土地面裡面去看看的 祭拜活 慶典的種種的 那寫到這裡的時候 兩句啊 當然就非常的 仔細啊 寫出雨後帶來的歡樂 老百姓呢 在農家仇神活動的那一種啊 一種聖典 那一種氣氛的 那上面就有一句 收尾的 刀鋒 醉手 我黃昏 都不是收得很好的 但是活動啊 欸 差不多結束了 就把鏡頭移到旁邊去呢 就看到呢 路邊呢 有個呢 喝醉酒的老先生呢 在黃昏之時啊 都倒在街上了 一個是很多人的活動 一個是單一 一個人物 就在裡面呢 一個重 一個寡的 一個明的 一個暗的 當然老先生 所以喝醉酒是因為 欸 真的有收成了 他也無憂無慮了 還有酒喝 而且也許參加活動之後呢 吃了一些東西 喝了酒呢 醉醺醺醺的倒在那邊呢 也呢 旁有無人的 就很自然的 就這樣的 就躺在地上 做事也不多說了 可以看得出 龍家生活總是這樣 有熱鬧的 也有冷落的 冷落的那邊呢 也不是不好的 而是因為呢 有東西吃了 老百姓也安心了 隨隨便便 躺在路上 也沒有人去打擾他 很安全的 就在這邊了 所以這裡面看到了 東坡的一個筆法的 有收方相當的自如 給我們看到很多的一個面貌 好 這裡第二首 第三首呢 當然太首呢 就更要帶我們走進去 看到更多的一個現象 比如說龍家生活 是怎麼一回事 他們如何耕種 而且他們的 其實真的已經奉一足食了 那開始呢 這一首以後啊 東坡的個人的情懷 就慢慢出來了 在八十三首的碗詩上 他這樣講 他呢 麻葉澄澄 請夜光 這個請是請島的請 誰家竹檢一村鄉 隔離交與洛思良 垂白葬離台醉眼 熱青稻草 軟機場 問言兜夜 幾時黃 好了 我們說 東坡不是自身室外 其實在觀光活動啊 它實際上需要跟老百姓 有些互動的 要了解他們的狀況 所以我們說 這也不是一個好像 自身室外的拍攝鏡頭 東坡也在其中 所以這幾天 不只是一個客觀的 一個遊客去拍攝 他也是當事人 因此呢 裡面好像一個報導文學一樣 把自己的也現身出來 有一些對話 而增在一種 一種更真實的礦位 好 下面看到呢 這個是 飲酒的村落裡面 看到龍室活動的狀況 麻葉澄澄 請夜光 請也是麻類的植物 可以鋸一種麻製的一些繩子 或者麻袋的 比如粗的一些麻的一個 的請夜 可以做麻袋 那個繩子 還有一種布袋的一種麻 好 所以說到這個時候 你看 這裡的葉子長得非常的茂密 麻葉層層 請夜 請夜的前面的麻葉 就代表一種可以 鋸造一種 一種 袋子還有繩子的一種 作物了 非常的一個茂盛 那請夜光澤實際中 這葉片很滋潤 有光澤 因為剛才剛下過雨 不是枯黃的 長得很茂密 而且有光澤 你看 今年你看 我們這些麻類的東西 生產就會很好了 好 除了這一個 還聞到什麼呢 誰在竹繭一寸香 我們說了 這種感官流水 東部很多種的 前面還是在視覺聽覺的方圍 這裡已經是受覺了 聞到人家竹繭的一種味道了 事實上 如果你要去農家去 聞到竹繭的味道 是很騷的味道 不好聞的 但是在農家生活理論 其實很重要 對不對 怎麼不能說很厭惡 就覺得 對他來說 就是很愉悅的事情 因為大家有 剛才不是有采山菇嗎 采山來幹什麼 有養蟬 養蟬了養蟬 就把它煮過 把它絲抽出來 然後去支衣服的 然後去賣錢的 對不對 這是有他的過程 這裡面你看看 已經是大家可以由鹼來煮了 一村都充滿那種竹繭的香味 當然這是從心裡面去很 覺得農家生活那種是很好的 反映出來的一種感官的 好 竹繭氣味很大 但是啊 因為是全村的人又有工作了 有收入了 大家在見到愉悅的心情下 所授覺出來的 所以給了一種很傾向的感覺 你不能厭惡他 很難聞 重量稍微很大了 好 還有除了這個呢 還有聽覺來的 隔離交與 鱷絲糧 鱷絲糧 鱷絲就是把那個 竹丸剪的時候 把那個絲抽出來 然後把它捲起來 我們用鱷絲就是把那個絲 把它用一個圓形的 一個騰騰螺 把它捲起來的一個鱷絲 那女孩子 因為在這邊做手邊的工作 她不可能到處串門子 對不對 不像我們平常人那麼悠閒的 所以他們只能放大聲音 所以隔離乎語 隔離乎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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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很清楚聽到他們講話的內容 隔離要語 隔離乎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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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離 dell曾經 Xiao 能聽到 裡面的女孩子 紛紛的 一邊逆事 一邊到處圈 因为他们不便到处去 所以里面也讲话 可能话也会传到外面去 对面的人也会答一句 你看这个声音也很吵诈 虽然这种东家长西家短的话 也不是说很美听 可是看起来也是相当愉悦 欢乐的一个画面 你看多么久这样的 前面那几句都是比较大的 热闹的美的画面 甚至转过来又不一样了 垂白杖里台最也 这个冷落的画面来 但事实上都反映着共同的现象 因为下雨之后 农家的生活有所改善的 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的面貌 这里不要简单看了 这种词来呈现出来的 比如音乐 把我们戴在这个情境里面 很如例其境一样 多么久是有义务把这个镜头 很如实地把它反映出来 让我们一般人都看到农家生活的种种的 好了 下面呢写龙门生活的一个情形 他说啊 头发江白的老翁呢 垂白杖里 里这种比较粗的一些树干 做成的那种梨木 杖的以梨做杖 拿着梨木做拐杖 就是杖里 垂白就是白发的 头发变白的那种老翁呢 就住着拿着一个拐杖呢 老眼抬最眼 喝着点酒呢 抬起来一个迷迷迷迷迷的眼睛呢 就看着我了 对不对 抬最眼 这时呢 这个农民 东坡有跟他见面 可能有跟他去捶问他的一个 一个前奏的一个画面了 好 他们这些人呢 刚才有老手呢 卧黄昏 喝醉酒 结果还没有呢 还可以拿着拐杖 支撑着 但是呢 最眼心昏昏的来看着你 而垂青岛草 软鸡肠 这是 也许是 老先生跟东坡对话吧 在讲呢 东坡可能问他呢 你吃的是什么啊 有没有东西吃啊 他告诉他这个内容了 他是垂青 垂就是两手 两手把他呢 拔起来 或者抽取的 就是垂 两手把雾把它拖下的意思 青就是啊 一些青色的麦子 干出来的 新鲜的麦子 一个青 青青的一个样子 倒炒就是啊 因为这麦子不能立刻吃啊 对不对 所以必须要呢 把它倒碎 然后再炒过 然后混着水来吃的 因为对于那些老人家呢 不能够立刻吃那么生硬的食物 所以啊 他呢 就需要 所以要把呢 摘下来的心脉 炒干之后 堵倒成粉末 用它来 裹腹了 来饱肚子的 叫 软脊肠 这个软子啊 这个软呢 跟这个软啊 两个软啊 两个软都有 都跟这个软子一样的 也会说 解为这个软 有送食的意思 软脊肠就是要 用你裹腹 或者样样 你会饱肚子 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来吃饱的 好 那麦呢 不是随便煎了 煮来吃的 他必须要经过一番的 把它倒碎之后 磨成粉了 抓的水和吃粥一样的 才让他们锅的 锅的比较舒服一点 不然呢 硬生生煞下去 会不舒服的 就是软脊肠 然后脊肠得以温饱了 这个软脊肠 好 这是当时的说法 但东坡还说了 你当然只吃这个食 不够营养的 所以就问了 问言斗业 几时黄 这是东坡 他自己 这个词里面 多了一层对话的方式 可是那个老先生 询问他呢 对不对 很亲密嘛 必须要跟他们多说一些话 了解他们的实用的状况的时候呢 觉得这个还不够 希望能够呢 更好一点 除了现在有水之后呢 不行了 希望呢 农业真的复苏 麦子已经长成了 有东西吃了 是很好 不过呢 我更要询问一番了 问言就探问一下 那 豆叶子 就是一种 豆叶类 叶子啊 或者一种豆类的作物呢 何时能够成熟呢 这个黄布石变枯黄 就是黄的变成熟的意思 对不对 什么时候可以成熟 意思是说呢 这些粮食啊 除了麦以后 有没有其他蔬菜类的 还有豆籽的 都长成 可以啊 粮食呢 能够接得上 那就更好了 温言也 豆叶子 化 那个豆叶类的一个作物 什么时候可以成熟呢 如果成熟 里面就更好了 不止止啊 只吃这些麦而已 这些食可以让你 温饱了 但不营养 那最好就更多的 一些农产物啊 就看 都完全复苏了 那吃得更加丰富 更加营养 这看出他这种关怀的 接着我们说 子营呢 不只是一个客观描写 东坡也是实在其中 跟他们有对话的 那 当然作业太熟啊 东坡也说 也不 不是很好玩的事情 到处东奔西跑 为了农家的生活 也有些是蛮累的 那下面呢 我们再看第四首了 好 慢慢的东坡从啊 客观的趋势 已经第三首已经有个转折了 既然有一种现身说法 把自己个人也在词里面表达出来 下面呢 更是自我的意识就更强 我们说词毕竟是抒情的文学 不是纯然客观的 所以这五首不可能都是 一首一首都是客观描写龙家的生活 越到后面 个人的感思就会越来越加重 你针对这个事情有什么反应 有什么的想法 都最后一定要说出来的 这是整个我们说词的 抒情的一种模式就是这样 好 下面这首呢 我们就跟 他的一个文学性就更高了 对后面两首 素素衣进了落枣花 春南春北想烧居 留一股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为玉睡 玉高仁可慢思茶 敲门试问野人家 人家的东坡他自己的 蛮累蛮辛苦的 写的自己 当然中坡辛苦的他也不为难 可是一看到老百姓呢 蛮亲切对待他们这些人的一种态度的 那上篇呢 你看也一样的 三个景 东坡很喜欢你用碗西沙的三句 一个韵 一个景 这如同一个连续镜头一样 都是作者不采取 一个好像电影的一种 很连续的 可是一个景你自己会补充的 那个留白的空间 看到它这些连串的动作 第一个呢 我们看到时代找花了 他说 素素衣进落枣花 素素 素素形容呢 一种很 一种细物 很细的一个物 尤其是花 有些花叶 对不对 纷纷的掉下来的样子 但这里面 除了纷纷掉落的样子 也有模拟它的声音的意思 素素 这样飘下来的 当然是很多嘛 都是一小片 对不对 好 枣花 这个时候呢 就五五五 在初夏的时候啊 枣树呢 开始开花了 初夏开 黄绿色的小花 掉落的时候呢 大概是在木春五月 应该是在 木夏 应该木夏五月的时候会开的 初夏开花 木夏掉落 他写这样的枣花 是枣树的一个花 黄绿色的 那一种小花 好 这枣花生纷纷的掉下来的 沾满的衣服跟头巾 你看他们看到龙家的生活了 枣树当然已经 已经很成熟了 枣花开过 然后掉下来 素素一斤落枣花 你看这种文权性 东坡固定呢 这种子开始要慢慢抒情了 不断前面的叙叙而已了 而 再走进去呢 他说春南春北想烧鞠 那烧鞠 只是烧丝的一种 一个器具 刚才我们说 不是有竹简吗 对不对 没长到一个落丝的 那是用什么工具 那是烧鞠 为这种鞠啊 因为这有 这个烧丝的一个器具 有轮子的旋转 有轮子的旋转 圆圆的 所以好像一个车的车轮一样 所以车的烧鞠 因为它是圆圆 把这个丝啊 都不断地摇动 就滚动 就把这个丝就会 卷成了一圈了 对不对 这比较好收藏的烧鞠 那把这个场景呢 抽成丝 叫做烧丝 烧丝 这也是一个动作 有听到声音了 找花束束的声音掉落来 而远处的春蓝 就被它想着 大家都浓芒了 大家都把这个丝啊 都把它抽出来 把它卷成了一捆一捆的东西了 而这个是另外一种声音 另一种声音呢 你得走进去呢 留一股留卖黄瓜 有人叫卖黄瓜了 所以它满人写龙 这个是用声音的 一种齐齐笔落 不是你绝对的临近哦 对不对 不是不相闻的这个 你看听到了 沼子的话掉落来了 你听到了 有人捆这个丝的声音了 你听到了 《古柳之沙》第三个景 这个时候正是刮成熟之诗的 因此呢 就写了第三个景上 穿着破皱衣服的龙人 那牛衣啊 以前是穷苦人家穿的衣服 本来就披上牛身上 冬天让它预寒 可能有一种棕铝叶啊 把它编织的 披在牛身上 让它去避雨啊 防寒的衣服 但人穷的时候呢 连牛啊 这样的一个衣服 都拿来自己穿的 这是牛衣 所以从牛衣啊 知道这个是穷苦人家 可能是一个 男性的一个老先生 穿着这个牛衣呢 在柳衣上呢 卖起黄瓜来的 你看这是另外一种叫卖声音 但这里看得出了 不只是大山很荒 荒凉的地方 唯有修成 经过一番雨之后 经济状况就改善了 你看看 龙家的生活 周知那么平常 各种的声音 不断的齐齐彼落 前面我们看到一种 因为呢 参加赛城会啊 去祭拜土地神很热闹 很多人围观 然后这首的时候呢 东坡有写的 比较冷落一点的 但他会声音里面 传达龙家生活的 很愉悦的一个部分 至于他自己呢 他说了 路困路 酒困路长 为玉水 他自己路上的感觉呢 很写实 也很啊 很生活化 他酒喝多了 本来多么不喝酒的 但他参加土地神的庙 他说啊 人家人家会啊 会要你喝酒 你不得不喝吗 喝得久了 走了一长一长路之后呢 整的路很长 慢慢长路 有些有些困了 对不对 路长也回玉水 很想躺下来 太守也是人啊 也不能说要求他 打起精神来 跟他笑眠迎人的去见面 他说啊 那时候呢 尤其啊 日高人渴慢思茶 夏天呢 太阳又大了 又口渴了 好想喝茶 这个慢有剖 或者剩的意思 剖思茶 剩思茶 我们说满满的满 满思茶 对不对 就慢思茶 当你想到了 喝茶的时候 要解渴了 要解酒的时候呢 只要随便了 就找到人家来的 因为操门试问 野人家 野人不是我们的野人 野人是野 村野之人 这些老百姓的 一般的普通的 农家的一些人的 那只要找个农物 敲散门呢 就不怕没有茶水喝 人家就很热忱把茶 端出来给你喝的 也觉得很温馨 所以这首你看 比起前面的这首 他文学性更强 要引寫出一种更抒情的自我 对不对 在这个过程中 他也会写出 他也不能说假帮技术很清高 好身高 不为辛劳的 是很伟大 不要 他也会想很累 很想睡 也好口渴 透过这里面更写 也就更生活化 写实的营免 所以东坡词 我们说呢 除了我们前面看到 清理书时的 一些豪放的 或是很清晚的词之外呢 我们看东坡 创作出另外一种很浅白 又淳朴的作品来 当然是另外一种 新的面目了 好 这个已经第四首 到第五首呢 东坡当然做最后的收尾 从经过这番 游历之后的农村生活 他如何回应他内在的自己 那下面呢 我们休息过去看看 第五首呢 再一首的婉西沙 前面四首婉西沙 各有特色 分别针对不同的场面 情节来书写 那我们看到他的一个 从叙事都抒情的 一个演变的轨迹 从第三首开始 自己先生说法 到第四首 然后有自己的感觉出来 那在第五首就可以说 其实针对那些五首 做一个很好的总结 你讲那五首不能分开看的 五首就是一个整体 比如第五首的时候 经常回到一个 抒情的内在的自己 如果回应了 当前的那个 所看到的现象 那么看那第五首 在八十五首 八十五首 直将写的 阮草平溯过雨兴 青沙走马路无城 何时收拾藕更生 欲暖三麻光四破 封来好爱气如熏 使君原是此重人 这首呢在整体的文学性的表达上 当然比前面更有抒情的一个效果 当然写的特别的美 但你可以说的 也接着这个 来得反映出他内心的 一种 一种想法 我们说写自然风光啊 当然平常我们只置身世外 现在东坡只经过 一方跟农民的接触 也在其中 但不自觉地唤起他很多的童年记忆 究竟我是谁 人生的两条路的 在仕途以及在家乡之间 如何徘徊 寻那个一个折衷 一直以来使世道夫啊 要做处理的一个人生课题 那我们先看前面 你看东坡的词里面出现一些意象 都有回应到一些很深层的问题的 上一篇呢先写了田野间的一个状况 软草平缩过雨行 这读缩啊不是沙 撕沃缩 我们都踏缩形有个牌 有个磁牌 平缩的是一个很平整的缩草地 这个缩是多年生的草木 那地下呢有一个仿垂形的那种一个快根的 称为香腹子 那在春夏之交了 长满的一个田野的 那时候说的田野间的缩草啊 铺掌的眼前呢既柔软又平整 而且经过一番雨后呢 显得格外的一个清新 这个如同前面的只一样 一举一举一举 前面第一举就写出这样的一种 我们在农村常见的草原的一个面貌了 一望无际又柔软又平坦 尤其因为下过雨了分外的清新 好 这写出一个大自然的一种 有雨之后和滋润过之后 一种很清新的一个面貌 那人的心呢看到此情此景 那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他说了 他说青沙走马路无尘 第二局呢 很动态描写 他自己走在这个沙地里面的一个情况了 好 走汉得雨啊 大自然的重现的生命呢 当然令人欣喜 而雨后的土地呢 经过适用之后呢 作者呢 起码踏在松软的土地上啊 一路呢 成土不扬 当然就很 十分的惬意了 你们开始注意到东方用的一个吗 也是用无尘来形容他要走的路 我慢慢要注意到啊 我们讲过了 一个人呢在内在的生命里面 当你的士道夫的意义上无法完全伸张的时候 一个呢 内在的自我出来 我常常讲 子里面有一种啊 性灵的洁癖感的 会挑干净的东西来 来 来 来书写的 里面我们看到东坡一来到密州的时候 对不对 寂寞三层人老爷 他一直回想起什么 以前的记忆在杭州的时候呢 哎 无尘的一个元宵夜的状况 这个也再用一次了 对不对 他希望农村生活他还希望保持这个状态 经过一番雨后 然后洗帝国之后 土地的比较松软之后呢 他希望走在一个呢 青沙走马 路无城的状态 那是多舒畅 因为人生自己就踏在那么舒服的 清新的道路上的时候 十分歉意呢 当然就开始了 就想起了自己的 为什么 所为何来 风尘仆仆啊 在人生的士图里面去追逐呢 那周杰在这里面呢 想起多年来 在士图上奔波 无端惹来各种的是非 弄得身心屈皮 好像都没有曾经那么一样的轻松自在过 所以不禁地自问呢 我所为何来 他说这个假想呢 能不能有做更好的生命安排呢 何时收拾偶根神 那偶根呢 是指两个人呢 病肆而根 两个人一起来做一个泥扒 来耕种的 当然泛起耕种的意思嘛 对不对 当然我们不能想 东坡想跟他弟弟一起来病思而根 也不能这样讲 也不能这样讲 回到农夫的身份的意思了 何时收拾偶根神 那收拾有换回或者得道的意思 本来是这样的 怎么时候可以呢 取得这样的身份 或者换回这样的农人的身份呢 当然东坡这样说 也不是说他无来由的 因为东坡啊 他四居眉山 家里面啊 他也不是一般的士族 他是上以了乌龙来为生的 他们家是农家出生 所以东坡在乡间长大 对农村生活当然并不陌生 所以他常常也爱说那几句话 比如黑板山说的 我实在田间 以前我就在农家生活的 我不是从小在读书这样长大 农人的生活我是熟悉的 而他也说了 我是田中师自父 我是比较幸运的 为农人出来的体力之外 还多了认识几个字 最后没想到呢 就舍去农家生活 走上师徒去的 我是田中师自父 田中是他的根基 他走 找他的地方 但没想到最后离开的地方 到读书的旅途去的 好 这里面有满神的感叹 何时收拾欧根深 所以人也必须要做一些调整的 你不能老是往前走 如果进不了的 不如退 退的话 还有可以安稳之处 回到农家生活吧 对不对 也许是一个最好的归书 因为这个他是可以接受的 何时收拾欧根深 那这个是上面 当你想到能够回到农家生活 能够找到生命的某种安顿的处之后 你的感官的意识就不一样了 这开始下面呢 用了一个很丰富的视觉跟受觉画面出来的 这是整组的一个玩具家里面 用了好多对决 这两句应该是他最美的两个对决 各种感官的交错并融在一起 果然这真的有感觉了 当你呼唤起过去的机器的时候呢 你就感官的打通了 看到 闻到 嗅到的世界就不一样了 他说了 欲软三麻 光刺坡 风来好爱 气如寻 在东坡词里面写到自然生活啊 一个景色里面呢 像这样的句子也不是太多 有的时候他自己都麻木看不到了 但这里面呢 难得出来 因为他开始有这番意识的 那他说啊 星雨过后呢 三麻的叶子啊 欲软三麻呢 光刺坡 这里面很生动的 光刺坡形容得很好了 光原来时啊 没有什么质感的 也没有什么重量 但是啊 光映照在一个山叶 城城的山叶上面的时候呢 在暖暖的阳光照耀下呢 光则油亮 如水啊 水昭破过的一样 光刺坡 那光可以感觉到 好像呢 沙沙的清清亮亮的感觉的 破下来的感受 因为阳光照耀到 但这里面 光为什么刺坡啊 跟后面的风是有关系 如果风是风吹光动 就不会有光刺坡的感觉 所以这两句呢 事实上呢 我们在对句来说 称为互文 意思是说 两只互补的 作用是彼此都有的 这里面 你以为是写太阳 让阳光照耀的叶子吗 也不纯然 也有跟下面的风有关的 所以这两句 事实上呢 写出一种风日交融的一个状态 两句是互相的一个映称的 好了 光是有如波 因为它有重量 这光 叶子很稠密 而且风一吹的时候呢 感觉光是波动着 好像那破下一个水了 一种清清亮亮的感觉 不是觉得暖暖热热的 而且光是破下来的感受 有重量 有动感 那这里面就抓到一个很实体的东西了 光是破 很难得这样形容的 因为风吹它动 再来下面一句呢 诶 风来呢 浩爱 气如薰 这个清浩啊 是呢 看着小 小型 小头装的 绿黄色的花的 在春 在夏天的时候 薰本来是香草 这里呢 就把它指的 如薰之香气 就把它叫香气的意思 风来浩爱 气如薰 风吹了 你闻起来呢 好像带着一种呢 薰草的一种香味的 但是如果啊 不是雨后放晴啊 有阳光的照耀上 不会出使香味的出来的 只有风吹 不会有香味 因为呢 暖暖的月光照耀之后才闻到 所以小小里在台大校园啊 下雨的时候你闻不到香味 阳光普照也闻不到 最后什么 雨后放晴 阳光才熏他一下 香味就出来了 这才是雨后放晴看 闻到的味道 所以上一句 以为只有风吗 不纯然 只有风是不会完全闻到香味的 更重要的是 因为太阳 在雨后照耀的花朵 所以呢 就送来真正的香味 所以整个感官是很融通的 东坡也打通了 之前我们看到的 都是一句一句 比较纷纷的来讲 但这里面看到他自己的 内在的一种 一种回到内心的感受的时候 他就出来了 风来好歪 气如旋 好了 这个记忆 能够感官出来 为什么 它唤起过去的记忆 因为他影响了 何时收拾藕根生 什么时候可以放下 世人的生活 回到龙下去 当那个意识放下来 松下来之后呢 他的感官就开始活络起来 就闻到 感受到 眼前的风光的美好了 仿佛地置身在 跟以前的生活 一样的世界里面 所以这里面就串人起来了 所以他最后 为什么结尾说 始君原是死次中人 我太守 我本来都是龙家出身的人 我跟大自然并不陌生 本来没有距离的 这些东西为什么都忘了 为什么他好久没有闻到 这样的一个 而且听到 感受到 这个自然的那种美好呢 许君原是死中人 这给他很深的感叹 什么时候真的能够 回到这样的一个 很淳朴的龙人生活去 享受一种宁静的美呢 这次才是最后 回到这个很重要的 东坡一直要问了 你是谁 你自我是什么 你究竟追寻什么 必须要重新去思考的 好 始君原是死中人 始君的身份 起现实是有关联 是始君 所以太守了 一个失智夫以后 就成为一个始君了 对不对 他是一个身份 是现实的处境 而始中人呢 是龙家的生活 是他过去曾经有的 现在还不可能有的 是以前看到的 龙家的生活 是他向往的 理想的世界 好 一个现实 你不得不都当一个始君 而始中人呢 是他曾经有过的 接触过的龙人生活 也是他心中向往的 理想世界 而两者如何取得一个和谐呢 通过这个东西 意识不出来也罢了 甘心做个始君 走啊 踏上仕途 来功成名就吧 听片的时候呢 有这个意念出来的时候呢 所谓呢 人生的苦劳就起来了 何去何从 叫进退之间 这里面其实 类似难免有这种矛盾的 很多读书员和尚 在失忆之后 不会放弃这份心情 始君原始至终 在他永谈这份的时候呢 互换一个内在的自己的 他这个我究竟还在不在 要不要依循着他 还是做一个最 另外一种融合的 这是他未来人生 要面对的一个很严肃的课题的 但我们说了 这个是他第一次 走在农村里面 用这样的词篇 那词本来是一种书情的文体 比如音乐来演奏 东坡也不见外了 而且很真诚的 用这种文体 来面对他内在的自我 然后把良解做一种处理 但里面还有一些矛盾难以处理了 但是当往后 经过一番锻炼之后 到他真正回到农村之后 他必须做另外一番的一份思考了 其实当然等到贬折黄州以后 就有另外的一种农村文学的书写 那时候那个我 就跟现在的体会不一样了 毕竟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始君了 那又如何 那当你真的要 能够想效法陶渊民就农夫了 你干不干行 就是这样 那时候有很多矛盾 所以我必须要经过很多的锻炼 让东坡去历练一番的 当然这个 我们说贬折黄州时 第一次东坡被贬官 只归到归野田野 但是还是心不甘情不怨也被贬官 然后第二次 海南岛不得不悠悠接受另外一番的历练 所以东坡来说 这个农村词啊 所谓是他一辈子的 你不懂啊 不识啊 农村里面写啊 我爱在的农人生活 更是他面对自我的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这个我们先保留下来 以后我们都读到黄州 或者海南岛之后 这样的一种农村生活的描绘 不时都会出现 那个史军 这个子中人 有如何做一个调和 实际上后面东坡会有一些答案的 那我们后面呢 就再继续拭目以待吧 好了 回到史军的身份了 东坡就还是要马不停蹄 来从事了地方的一些政务 那这些不多说了 我们就立刻跳到了东坡 东坡啊 离开徐州的这个时期了 我请他翻开这93首的江城子 别徐州 三年之后 就一掉了 东坡就不得不离开徐州 这次把它调到去胡州 胡州去了浙江的嘉兴的地方 从江苏的蓬城 这次就把它调到去浙江的嘉兴 也不远了江浙的附近 可对东坡来说 那就是天涯海角 为什么 对东坡来说 我们刚才说 东坡之前不管是来到杭州 后来到了密州 从密州到徐州 都有江水相连 它感觉到还是有中原绵密的关系的 边境有水 碎水来到海州 对不对 跟后来淮河到强江 都有一些关联 可没想到 到了浙江的嘉兴以后 那个水就不相通 所以东坡就很深的感叹 之前怎么来去 他觉得水都是要 让我们彼此有个关联性 终有相思力 透过水可以互相未解 他没想到 他去了 离开强江水域更难的地方 越来越偏难 对他来说 这个是一个更遥远的去处 好 这个是他别徐州 别就是东坡要离开 有人相诵 他临别就证词一首 也可以说是他跟徐州就告别了 不一定是人 对不对 当然主要是 应该是在一个宴会上 有人相诵 他留别一首离 也表示他的心情 他同样有一个词牌 江成子 在小新东坡 从寒州以来 对江成子是很熟悉的 所以有关的离别的词 他常用这个词调 也可以对照前后的一个不同的 这首这样写 他说 我们说一个人的一个 心理的状态 从他的用词用语 会反映出是坚定的人生 充实的人生 还是犹疑不安的人生 看他用的词语吧 这里的收尾是一个否定语 留不斗到楚江东 我们说从东坡 从十九以来 他的语句里面 很多的疑问句 否定句 对人生很多的负面的看法 没有像之前还有一种 越越欲试 一种冲动 往前冲的一种表现 那这里面的 尤其我们说词的收尾 最能看出人的 当时的一个状态 他的真的词里面的意境 那这首结尾是 留不到楚江东 是一个否定的词语的用法 好 西林十年 应该是元凤二年了 东坡四十四岁 要离开徐州 他这样说 他天涯流落 四无穷 这个诗由读第四生 不能读诗无穷 不能三个平生受为的 平平平起不对 因为是平平这这这平平 对不对 那个诗会读诗 就为了方便的用字 所以平这就可以 必须要有一些调整了 那上篇呢 先写离别的一个实情 即相逢 就是要却匆匆 他说流落天涯 令人呢 所谓诗无穷 就是令人有无限的感叹 那个诗在这种仇诗嘛 无穷的仇恤 一种情绪 流落天涯 让你情似难解 无穷无尽的一个感叹 为什么这样呢 这个前提就是这样 因为天涯流落 到处飘荡 让你产生各种的一种飘荡 一种感思 无穷感叹 悲叹不已的 那关键是哪里呢 因为既相逢却匆匆 来的地方 认识不久了 我们上次讲过 东坡到 到地方映光 当然最经常的状况 就是三年一掉 但有的时候 要会更短的时间 不会多于三年的 新街道朋友 三逢不久了 却又匆匆离别 所以更正在一种 天涯飘荡的感觉 之前我们在杭州 有看到东坡讲过 对不对 此生飘荡 何时些 什么的飘荡 就是你被无法预估 你能在这个地方待多久 随时会被抽离 难以安顿的感觉 这个已经不是简单的一种 离家在外的感觉 它称为飘荡 好像无根的扶贫一样 那这个时候 有经过密州三连 又来这边许州又三连了 当然这种感觉就更真实了 已经杭州的时候 才第一次到南方去工作 那说起来有点 推论过当了 但是这个时候 它是真实的感受了 既相逢 却匆匆 好 这里面也不得不感觉 西首佳人 何类折残红 这在一个 也确是离席上面吧 女孩子有些歌旅相伴了 她陪伴着她们 何类指 大家跟她西首同行的 女孩子大家都带着泪水 把眼前春末的花朵都折上来 以向灰震 留下一些记忆 但留下的美好能够真的很好吗 其实不是的 她说我以为东风鱼即许 那请问一下 试问一下 东风能剩多久呢 东风是春风吗 而且春重在与谁同 人都很想留下一些美好 有女孩子还依不舍 把最后的美丽的红花还折下来 以向馈震 留下一个最好美好的记忆 但是你问了 人生有多少个这样的青春岁月 其实也不多了 所以春重在与谁同 好了 中央明年春天到了 但毕竟已经到别的地方去 推不想 我们还会有明年的花旗可等待 但毕竟也不在同一个地方 与谁同 不能同了 当然你走上孤独的旅程去 你必须要面对未来的时空 这个还在徐州 还有人跟李在一起 共赏最后的春光的余晖 但是之后就不晓得 与这些人 又有哪些姻缘可以再续 好 下面呢 就回到他自身了 离去之后的想象的一个状况 他说 水堤三月 水涌涌 水扬帝开通济渠 打通南北的交通了 从汴水接到淮河流入长江 从水帝开始开这个运河 然后呢 在两岸呢 就足堤中流 是非常的一个宽阔的 所以常常水堤有很多的流速 都成为宋别常用的一个意象 好了 这里呢 还是以前通缉渠所接到的 在徐州这个地方 水堤 从边境去接到这个地方来 三月水融融 木村三月呢 水呢 还融融溢溢 很饱满的流动着 但自己呢 却是什么呢 被归宏去吾中 归宏指 本来 红燕从去年的秋冬 到南方碧寒 然后现在春天 不久过后呢 他又飞回北方去 现在红燕往北方走 我却要往南方去 所以叫被归宏 对不对 我相反的方向的 归宏往北方去了 但我呢 却是往南方走 去哪里 去吾中 吾中指的就是湖州 以前呢 吾国 楚国 湖州战国的时候 尤其吾啊 就是主要是浙江啊 这些 这一带江树的地方 吾中指的就是湖州 这个地方 去吾中 好 我去吾中 但是想想的 在旅途中呢 我不时会回首彭城 会想到彭城 在徐州这个地方来的 那徐州的地方是多好啊 清四与淮通 清淺的四水跟淮河是相通的 一手说 我之前来到徐州的时候 都可以啊 跟我之前的密州有关联 密州是山东嘛 四水的源头是来自山东 所以啊 既然我来到徐州了 我就觉得不会很远 那跟过去的吉 会有相连的 因为四水跟淮水是相通 山东的水会流到我们这边来 但是呢 他想到了 那时回首彭城 回头想想彭城了 以及更早之前呢 都有他的关联性 但之后呢 不一样的 为什么呢 他说 欲寻相思 欲寄相思千点泪 就跟那些送别的女孩子说 如果你要想念我 把你的泪水 劳了水的水 流到我那一边 希望能够流到我那边去呢 他说是流不通的 为什么啊 他说 流不到楚江东 楚江东呢 就是湖州的 是楚江之洞 那指湖州的 那长江中下游啊 一代啊 古时候属于楚国的 那 流进这一段的长江 就称为楚江 长江下游了 那个南 那个地方 就称为江东嘛 所以湖州 就位于长江下游以南 就称为楚江东 为什么流不到呢 好 刚才说了 清湿于淮东 淮水后来注入长江 对不对 那长江水啊 经过扬州以后 往东一流 流入吴松江 就进入海了 而湖州在他的南边 根本那个水是不相连的 长江水啊 一直呢 经过扬州 到吴松江 就顺着东去 而楚江东的水呢 就是湖州呢 就在长江以南 跟着 无法有水脉相连的 那个地方 所以啊 为什么流不到 因为那个地方 根本跟中原已经隔绝了 之前呢 不管四水淮水 变河 或者长江 都会有水路会相通 所以啊 你要寄相思千点类 之前在密州 在徐州 在杭州 都可以 但是唯独不能到湖州 因为湖州的水 已经跟长江不相连了 它是在长江以南的地方 称为楚江东 就是长江下游 有时候已经无处着 之前跟它东南的地方 当然跟一个江水是不相连 都很 对啊 各种的时空啊 很很很留意的 其实写起来 也有它的一个地理的 一个 一些设计的 因为呢 它长起来也是有它的事实 的确 这个地方呢 它也不能从水路去的 它以后要走陆路 再到湖州去 所以后面呢 它是走陆路到徐州的 林布卡山以前呢 一直会圆着这个江水 从水堤一直下来 到各个地方去 这首 我们看得出了 东坡都很在意 这一次的一个 调关了 但我们就讲了 东坡中然是从徐州到湖州去 事实上还不是被贬官 所以不能用贬折的 或者贬官的心情来形容它的 它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不然的话对朝廷是很不敬的 施道富有它的自己的一些 一些自尊自重的地方 这个是正常的轮调 它也是正常的三年一调 其实把你调到比较偏难 但自己心知肚明 越偏离这个水域这一带 事实上呢 你受到朝鲜的重视就是越来越小了 只有把你发放更偏远的地方去 多么当然你心里面也意识到了 山与越来丰满楼 如果把你调到跟接近汴京 河南一带是比较好 比如说调到扬州啊 或者到长州这些地方都好 偏偏把你调到去啊 你要长江以南的地方的话 那就不妙了 就是政治上已经跟你有些距离了 你要终于心里准备 果然呢当然这一趟到米湖州去 之后不早几个月就发生很重要的事况 就是乌台市啊 那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 那离开徐州以后 东坡就远着长江往东游 我们看说呢 长江是会流到扬州再往东游的 那下面呢 我们再看一首东坡到扬州的作品 请大家翻开140页 我们看一首啊 西章乐 西章乐 它的词题叫平山堂 平山堂 它叫扬州 等一下我们再介绍 实际上写 它说 三过平山堂下 半生坛子生中 十年不见老兴翁 闭上龙蛇飞动 遇到文章太守 人歌扬流春风 修言万事转头空 未转头时是梦 有些写出蛮深层的哀叹 平山堂在江苏扬州 大名寺的侧面 清理八年 在很多年前 1048年 现在是1079 1048年的欧阳修尔 当年扬州居住的时候 去建築 我们人生的很多地方 我们都赋予它的意义 对东坡来说 有几个地方很重要 在角西 一个是平山堂 去了黄州以后 当然有个雪堂 去比这些地方 都是很重要的 平山堂有它的相当意思 那它对地方很有缘 为什么呢 东坡之前在西零四年 1071年 由汴京到杭州担任通汉的时候 它第一次来到扬州 平山堂 经过扬州 到了707年 三年后 它被调离杭州到密州去了 它已经经过扬州 这是第二次 那现在是第三次 原恒2年4月 今年2月 都会由徐州到密州的途中 它也第三次到扬州 每道讲究 逼法平山堂 是东坡的习惯 它一定要扬州 那平山堂不是东坡 因为它老是欧阳之所见 而且它有很重要的利益 它思考生命有一个利益 有很重要的利益 别人都不一样的 你可能是在你的高中 或者在你的初生的地方 从随过来说 一个就是他的故乡 在平山堂的一个中文的利益 那这次呢 他在平山堂 他们也会想起同种 他老师的事情 借对导师的回复 来反显 做这个随时大夫妇的一个 进退出入之间的一种生命 就去做 我想说 他们的心中的演化 人生永远是好 心中的演化 很多的提示 但是在演习上呢 刚好他的朋友 寫于生 在耀眼 就说 跟东坡说的 希望东坡能够在这边 有写主持人的助行吧 东坡在众人围观之上 就寫了这些事 这事呢 不禁之所的 李克环会上说的 很真实地挽出他的心情 好 我们先看一个作品 他说 三国平山堂乡 我们去说过了 他第一次就是 704年来杭州的弟子 第二次是离开杭州到密州 也经过 第三次就是从徐州到密州 三国平山堂乡 那这里 自己那么多年 从第一次到地方 南方来 导师高 自己也离开了 他说 半生堂子生 也不为过 以为以前是人生七十五来袭的 由于基氏做一个中鸣 离界点的话 那三十五岁的回忆法 也可能会建议四十三岁 那坛子是佛家的一个用品 他用手啊 摸起拳头 把食指和鼓指 看一向的坛子 那在佛家来说 年子的指 表现有许多战畔 愤怒 告诫 但是这里面有把它比为 时间的一个急凡的意思 一踏一屁 一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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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过去了 半生一躺一躺一躺 那我们不知道 东方一直以来 对时间是很在乎的 蛮重的时间历史 就是它的时间的形容 有些时候会使用一些 妆子啊 或者佛家的一些用品 有一些是在自己 做出来一个新的意向 这样我们会看到 好多的变化 这里有佛家的佛家 半生好像一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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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活去 半生一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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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生一躺一躺一躺 半生那么短的时间 居然能够三个平常堂 如果你不是跟他有缘 又是怎样呢 一方面看着人生的虚妄 一方面看着人生的虚妄 一方面看着人生的柔一种 情分 也是令人把它打动 三个平常堂 那欧人就更有贵的 也能夠三次到他曾經來過的地方 而且後來歐陽說才四十幾歲來到梁州當之中 見了騰山堂 後來回到朝廷去 他還是難忘這個地方 曾經有個朋友留場 他扮演梁州之中 歐陽說他還親自寫一首詞叫朝中錯 歐陽說十年不見老先公 歐陽說在東坡半年 半年韓州通判第二年 1072年的病史 從西林四年 他最後一直看到歐陽說 到原封二年 第三年就隔九五年 歐陽說去世九年 這個說十年當然取其成數來說 十年不見老先公 最後一次就在韓州的圖中 跟他見五年 見十年來不見了老先 但是人不在了 人就要去世了 物化了 什麼東西不存在的 但是歐陽說還有東西留在人間 在哪裡 叫平章堂 他說呢 壁上龍蛇飛動 那我們的註解說 壁上龍蛇飛動 是平章堂 壁上的壁畫 那是錯誤的 最後 今世紀書會有無數 那壁畫跟歐陽正什麼關係 也不是歐陽正畫上去的 不是這樣 他是原來在南宋的一個附近 他在一個東坡座住的時候 他應該去過平章堂 他的作用解釋 他的文中工是歐陽文中工 就是歐陽中的書法 多住平章堂 歐陽中的書法 在各個地方不容易找到的 書籠貨還比較多 他零路了 房間 歐陽正很少 但是他的書法特別多的是留在平章堂 而且有很多的牆壁上面 他的蝙蝠等等都寫了 所以要多留在平章 所以龍蛇飛動不是他的壁畫 而使用了他 延期彼氏 因為彼氏就是他的書法 他的彼氏 就是唐陽 就是他非常地生動 如龍蛇飛動 那些人不在歐陽中 所以永垂不朽 除了他的文章 他的書法 還可以見到一個文章 平章堂上 今天看到了 很龍蛇飛動 許許如生 流見其人一般 這裡給人感覺 這裡面有一點 我們說詞 有種跌當的情調 見此以充分的表達 就連結了 比如前面三個平章堂上 你看很慶幸的 人生卻有三次的機會 來到陽中的平章堂 但是也感嘆 承堂此身 人也虛妄 伏伏地過去 但是那麼短的時間 卻有三回的路 但你應該在不幸中 有別的幸運 再來就說了 齊年不見老是 人不見了 老是什麼都不留了 結果喜出外外 除了平章堂 卻能夠看到他的書法 不見他的本人 那不是很 也有用 變化中有種 不見的東西在嗎 如果心血的擺盪在裡面的水 詞裡面的號碟 在這種跌當的一種姿態 他所說的 表達了這點出來 他正常 談此生存 所有的蒙神被動 好 這樣看 如見其人 如霧其人 一般 當然 歐陽修的精神 是不修 有些東西就會長得上 見證這個地方 當然 一方面 也表達上市的情況 畢竟也過了十年了 好 下面就說了 他說 略調文章太守 文章太守了 就是到歐陽修的意思 歐陽修 他 在送給劉場的曹仲說裡面 曾經講過文章太守 廢豪萬字 一一一千種 學得遺憾他們 所以這裡面 他是用文章太守來 歐陽修 他是用一個 以文章見證於實的 一個地方觀 人稱文章太守 如果有平調近代的文豪 歐陽修的話 此時此刻 最好是什麼樣子呢 人歌揚柳春風 歐陽修 最好就唱他習慾 送別的朋友 出任了揚州居宗時 那個詞裡面的家居 就把他的詞 拉過來唱 人歌揚柳春風 你看歐陽修 保存大白揚 他的詞篇 他的地方的懷念 在詞裡面都充分留住 現在我們平調他 就唱他 其餘啊 其愛的地方 拉一首歌詞吧 就換回了很精神 我們要唱他的歌詞 那果然這個地方 那兩座的歌詞 應該也會唱 歐陽修喜歡的 他提的歌詞 這個詞彙 一直都嘗下去了 有一種書法 會留在牆壁一樣 更不要說 他的文章也不修 你看七個地方 來印象的 生命的勇 正面的語言 他的文章 他的書法 他的歌曲 都是 不只是這個歌曲 唱他 而平調他 而想到這個人的一些文章 他的一些書法 他的工業 都可以足以讓我們知道 不捨 那這件事情 你直接回了 看出來歐陽修 有種無限的意念 當然 如陽柳春風一樣 跟正在人的一種懷戀 那上面也說了 受嚴慣誌轉頭空 歸轉 被轉頭時 試過 多麼在之前 的書中 會寫得有預約嗎 他已經有五驚如夢 合成夢訣的一種感嘆 這個時候 當然 一直以來 經過這範稅遇 很多事情 不如眼前的看到一樣 很多的一些 中產 這本體會一直延正著 他這個時候 針對白居易 白蓮 白蓮 隨手 國 萬事轉頭空 來說話 白居易 曾經在一種自由的事 有了這兩句 他說 時間也很廢話 白蓮 隨手 國 東波 你看前面 半生 彈子 隨手 隨隨便 翻翻動手 也是 但時間很快 但是 在這麼快的變化之中 萬事轉頭空 轉頭正在佛家裡 比如說人 牧手 死亡法 死亡之後 回顧你前身 才發現 原這一切皆空 萬事轉頭 這是白居易 對人生的一種體悟 他自己各有一番 但他做過的 覺得他有這兩句 尤其經過剛才 有預約的一番體驗 他認為 不純在自己 他就更基層地 來寫出他的一種體會 他認為 不是等到臨終時候 才能夠體悟到 萬事皆空 其實 活在人世的當下 都如一夢 虛萬有真 所以說 修免不要說 你對他 前面再上白居易 就說吧 不是萬事轉頭空 你不要說萬事轉頭空 事實上 體會 幹人生體會 不是等到你死後 還是要萬事轉頭空 未轉頭 是夢 在你還沒死之前 你平常的一生 一天一天的過去 都是虛化的 補正 這體會當中 歐陽說 自己把這體會 都更加深刻 當然這裡面 東坡所寫的 不是一個文字的爭辯 而是他實際生命的感受 來到這個地方 東坡這幾年來 經過很多的優化 他不當不如歐陽一共 能夠以世久治癒 反而東坡更爭的一個悲痛 有更多的生命如夢的感覺 所以他的感覺 這方面 憑著歐陽說 最少有不少 這方面你感到人生的虛化 那時候卡著東坡的環保 無法掙脫出來 但那個是延續 有越來越來的一個 而且他現在現在得 掉下去 更感到石頭鑼魚的 好上跟凳子的 越來越來越悲 人生的虛化 東坡必須要從裡面 重新振作其他去體會 眾人人生如夢 但如會養進你的夢 眾人方去轉頭空 會叫老神是夢的 但這個夢 不止於惡夢圓圓 還有一個踏實的感覺 所以他必須要自己重新去認定 但大家這種心情下去 東坡是當然有想到很多問題 那 結果不久了 發生孤臺事 所以東坡真的有 人生如夢的 最痛切的體會 歐陽說不妨平常談 當有一天 東坡被迫到黃舟的時候 不然也會想起平常談 也想起歐陽族的故事 在這裏面再做一番思考 所以這裏面對他一生來說 應該有很正的意思 你從我們知道黃東坡的時候 東坡在怎麼的心情下 怎麼的情境之下 他會再回覆這個東坡 在經過一番思考 來尋找生命的定位 這裏面對他來說是很重要的 起碼有一點 在人生如夢 你解釋迅满的時候 還隱隱約 還有一種可以很踏實的感覺 他老師的精華 去召喚他一個地方 他必須從裡面再重新 不斷地體會 正是他的正面 但是不能在催火會不會有心情 這裏面我們先留整 這個里面會不會有更多故事 也扣合到這個屏障帶的合身 好 下面我們就看著東坡往前去了 這東坡才有寓中的寓中的寓中 寓中的寓中 就是我們中文中的寓中 從寓中、寓中的寓中 寓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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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寓中 寓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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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寓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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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面我們會看一首的不是圖中的字 是圖中圖中的一個作品 叫《南鴿子》 我只想跟大家去介紹完一首《南鴿子》 就是在99首的《南鴿子》 140年 多文學裡面有替寫了兩個情景 一個是雨後放晴 一個是月夜而秋月之時 我們從文學創作所謂的寫法的一些意象 是在跟它是清明的關聯的 慢慢的這種寫法會出現一般的意象就有它的象徵的意思 只要寫雨後放晴 或是要呼吸雨的一個變化 都要寫變化的人生 從雨後放晴之後的成種 體育到生命的一個相對的意思 更重要的是 其實它有種深刻的寫法生命的相對一般的 有的雨也不是一般的風雨 有種人生的風雨 政治的風波變化 怎麽能夠從人度過這種政治風波變化 能夠重破陽光呢 是多麽期待的一種心情 所以寫雨後放晴的東波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 其一個它生命的很多的故事的關聯的影響 那我想想講 如果你要看風波的黃州時期的《風波》 先要對這首《蘭格子》 對我講一下前後中間的《舞台時》 東波為什麽會發動《舞台時》 而之後經過《舞台時》 東波有什麽的表現 那《蘭格子》是最終的對照片 因為它也是一種雨後放晴的一種心情 那這個我們等一下收集過後 先來談談這首《蘭格子》 先把它記下來 整個黃州時期的對照片中後 才知道兩三年後 東波如何經過這個波爺之後 重新走出人生的波爺力 然後知道如何去面對的人風雨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對照片 我們先進行一下 那下面我們先回到《蘭格子》 《蘭格子》的《蘭格子》的《一百四十年》 只有培典一下有些正義 不過我還是一旬要過去有幾個名家的培典的說法 還是把它裹典在《胡宗》的裏迷中品 那裡變得後不論 因為之後就裹典這個心機 尤其是《俊風》後秋水 不會再有變的心機 那更前呢 沒有這種生涯力量 不至於 所以這個我們沿著東波爺 從《俊風》中 寫完《平山堂》的時候 有種不安情趣 事實上它就累積了很多的一種憤恨 不自覺回憶 在《蘭格子》中的裏述出來 難免的同意點 又有種傷人 而且知道的 這個結果當然是從不看的 這個絕法當然是《流台時代》 這個故事一來 你看這一次它所曾見的《流台時代》 寫然的故意 非常深入所曾見出的方式 《南格子》 它說 帶酒沖上 何一歲晚起 不知中國報天明 夢裡徐然古爹一生起 老去財都盡 歸來季未成 求田問選 向好一 自愛無邊 善入 免離其 用一些乾淨的路 進進去的表態 我就是要這樣走 這年當然是百年 跟主流的一些 對他們太多 面對一場風雨 有時候準備 帶著雨傘 慢慢去找一個多餘的地方 通過這個時候寫的時候 那當時這個寫的雨 不存在時 也要冰在家裡的 這是它寫的它的象徵 意思 因為你帶來種了 一種歷劑 一種困難 它能夠加進去 你看它用什麼方式 帶著沖上 平常不喝酒的通過 這個時候 為了壯大 然後喝起酒來 又跟山語去對待 沖上 不知後果 帶一種沖上 你看它一個繩子 都不那麼清楚 一個人都覺得 山路中 容易會被滑倒送上 他們在所不惜 活著就要衝著山路 跑過去 一種的態度 你看 但夫台生的通過 不是這樣 莫聽川林大 也行 何妨營效寫實 寫 那就慢慢走 有了教訓 就夫台製造化 教護方法 但年輕的通過 不是這樣 它是勇敢的練 所以 這個詞表達的不是擴大 而是豪情 語 代表的是人生的逆境 人生的恆意挫折 所以 語語 反應 就是招呼 逆境的表達的態度 它明白得出來 好了 太久中山語言 流露這種 與現實正面衝突的 一種非壯的情懷 不是用 更大的一種 那這種情懷 得到的結果 它就再次不行 當然這種 你努力過後 增加的幾種 一個增長無賴 所以要回來 合一 睡晚期 好 這個像風雨之後 它回來 不是把衣服拖下來 洗乾淨 好好休息 不是 它合一 好像這樣子 打來戰之後 還把水淋淋的戰壕 還整天穿著 不拖沙的人 這樣 證明了它自己的事故 那是很極端的一種態度 非常豪重的一種態度 但是 這種所謂合一睡晚期 因為有了前任的證明衝突 它的所謂悠閒的意味 就不在意 尤其它很緊張的 緊繃的心情 跟風雨對撞 得來的絕對不是悠閒 所以他說 合一睡晚期 還要自己那種 累的就躺下來 而且也沒有把自己的 滿身的黎靈的 失控的衣服都卸上來 你待會自己也把我們 是驕傲 穿著這邊 穿著一身的衣服 所以 反而增加了一種 增加衝突之有的寂寞 和疲倦 留法在震度 震度就躺在那邊 反而以為 躺到傍晚這個時代 沒想到 一歲一歲的天亮 因為震度開了內容 所以夢中 他以為自己很得意 不知眾所報天明 夢裡許多蝴蝶 一生氣 只有夢裡才有一生氣 夢醒就清不起來了 就很成就 所以這就是一個逃避的方式 才得到正常自由 如果是現實人生 你真的得到 那今天還有一個前提 什麼呢 他首先必須忘記時間 沒有時間 所以要不知眾所報天明 根本不知道是誰 睡到什麼時候 睡到什麼時候 等到天亮了 打中了 有機雲了 他才有天亮的醒來 不然都是誰的白 沒有時間的因素 是還好 或者自然 有了時間的因素 那掉了現實 就覺得一對照起來 也不一樣 所以 首先必須有遺忘現實 忘掉時間 不知眾所報 才能得到真人的一種 憂由自得 由莊子人參透真實的虛妄 得到如夢如正的一種 所以下面你會 他一聖經 他根本得不到接種 他一聖經 他一聖經 就有忘留現實人生的壓力 忘留現實人生的 有時間的壓力 你才能得到 所以說起來清醒 目中的短暫時刻 木時就絕對 為什麼知道呢 一轉過來看 第一種說 老去才鬥境 你知道學界的技術出來 你看你現在這 已經是43歲 不得不秉信 但那為無核還有辦法發展 所以今年寫一篇進退是巨大的歐待 第一個是正義能力的 一個年齡無道 那就是財兜經 也承認著我的才華沒有在國跟年輕的所謂中 竟然任由順利的消耗 財體也無法充分發揮 也承認一個財運法正義的身大 那我去財兜經 好了這個是往事和往前進的頭路 已經是阻擋了一個體力不堪了 也不給人重視 再來是他退回來 歸來既未成 一歸來 如我們陶宇明所說歸去來自 歸來嘛 退下來 但是無計可食 為什麼 經濟的考慮也無法不繼續作弊的一個怪 也沒辦法放棄留在這個底下 只有一個無法做得很好的計謀 可以回家 會年田園 所以要進退是去 進也不是 退也不是最麻煩的這樣的中間 不知道如何是好的 有幸不甘情會願 好了 忠然在士徒裡面經歸什麼業呢 他還是就覺得 就起碼不願意同留在這個地方 不得放棄地底的一個堅持 所以他說 仇田問世 孝好以自愛國賓上路 免贏 他就覺得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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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剛確的是呢 把現實生活很大 好 仇田問世 文件裡面有說 夏孫我們前面看過 他在東方解釋的歌頭 即是在東海什麼講過 他就有一點不同的 依然流行的三個語 莫無高人 講過許四求天還問世的故事 這個東方說許四 都是指問個人的一個安樂 基本的亂世之中 不要爭什麼天下人 真英雄是一個假的事情 最後還是要求積極的安樂 這時候最後買田場 買房子 和安居生活好 當然這個事情被劉幫助 劉備所指向 有白痴 白痴 一種諷氣 那這幾天東方說 求年問世 反正夏孫英雄好一點 真英雄 他的自己在殺生之後 何必呢 也可以說是 中央和一手所效 我都在手不濟 我只求自己有個問 等生 所以不要再求人 不能問世的下好 而且選擇了什麼 自愛不邊殺戮 滅入一些 我希望走一條很乾淨的不邊殺戮 不要被淋靈的戰敗之事 那就好了 當然也可以說有一點節身自愛 又有一種乾淨的人生的道路 如果有可能很現實陌生 也許就沒有辦法 問題是 這種大的中央和中央 太難過 你不來編人 因為你有態度 人家都知道的時候 你自己人家自為嚴重定 這個字我們也不能記下來 因為後面我們到黃州 都過進了幾年之後的生命 反省體驗之後 就有不同的共同的態度 就是很好的一個對抗 那外在這種帶著中央的心情 當然東坡在研壇上的文實 不自簡臉 都帶來煞聲之多 下面我們簡單看它 是東坡的 《霧台詩漢》 當然最終我們要略入東坡的黃州 重點是放在後面的黃州上 東坡有明明的兼婚的變成生活 之前這個進展當次 它來說是很大的創傷 如果從裡面復原之 需要進口很長的歲月 那裡面有很多的一些問題 對東坡來說 《霧台詩漢》是很大的創傷 而且一趟《金陶海狼》 它幾乎指它與死地的一個政治事件 我們說這個中文文字 《霧台詩漢》是很大的創傷 那話說了 它從渠州被調到渠州 大概緣後二年的四月二十號 就到了渠州 到四月二十號 這句子叫很清楚 到人之後 不管怎麼樣 你心不安情為人 你還是感覺皇上 你還可以把了 太平民民官權變得還滿 因此 他到了渠州 依照慣例 寫一片 寫上 感謝上帝的表述 給皇帝 但這個時候,公公民會察覺到,現在政策上已經很大猛亂 第一就是馬來影響不斷變法的王安石 也在他扶植了新黨人的排擠之下 已經惡度罷下暗藍離開京城,退居在南京,經營的地方 已經很久,新政以來,影響當然已經 燕照影響,來新黨人的幾年看,無法議員不斷的起來 所以為了鞏固他們的實力,現在他們處心疾慾,最要對付的人就是蘇勒 要不然都沒有去世,司法官也是不捨重用的 所以東坡成為他們唯首的攻擊力表 就看東坡怎麼出手 沒想到這個世上表,東坡這幾句話 就開啟了一個禍關 萬萬沒想到,他人在世上裡面提到這句話 他說 至其餘不適時,哪裏最可心靜? 查其老不生事,或然木牙笑而已 這樣好像很簡單的題目 其實這些幾句話是帶著一種目的性 好像自遷至上的靈魂是比較變的那些人 因為對於法治人來說,所謂是心靜的不好的語言 心靜的不好的話,我們說獨子君治國一樣 一切都是後山小子 這些心靜當然是朝鮮這些新黨的人 當然這種基金化的刺痛那些心靜之事 所以一連串的圍剿活動,從這個感慨 從事實上看過突破這個人的嚴死鋒利 對於我們的創作風景 這成為法治斷氣 東坡沒想到,你為人媽說一句話 抽合一下寫個感謝皇帝的表述 沒想到帶來的事情 事實上他不知道他的詩文字 詩文老早明天收落 人家等於他出招 東坡大陸上有介紹的浴室解憐 我們這個華盛侍從他們 他們當然受不了 首先發案的這幾個人是何政權 他們的浴室大神 這些監察浴室首先發案 先也說了,無洲世界上流這些發案 輿論朝廷,往自尊大 所以今天很感想說我老了 又盛世了 皇帝對你還真老 好像在同學區 對你不好 基本上還是平調的團職 只能認識別的地位 就是那個妄自尊大 首先發案 說了一連串 他就心法的主導 後來後面幾個人 蘇膽、海、洛出東坡 然後一直以來呢 他的王戰這種草風草天的 他面臨他們有備而來 不只是這對社會主 他們通通了人 東坡在荒天流傳著詩文 他們都是弄盡成的辦公 接來一連馬就來合格 然後呢 最後呢 就是一個李定 那李先生東坡是有仇怨 這個李定當時啊 他做 出來做法 反正東坡曾經指責過他 這個人啊 可能他的家人去世 他居然不受傷 一個人先停止 回家有時候上來 覺得很不小 但總之這個李定呢 就公保私仇了 這個一個事情呢 他也送上一個大子 就給那個 那個家子呢 給那個皇帝 把東坡的最端 就四大項出來 而且呢 亞利家呢 不只針對 周東坡主導生心法的推進 更重要的是呢 東坡很多詩文 都是針對班軍華 當時裡面去發表 當時也寫王帝的主義 在巧合理解 王帝的部件 這個時候 宋宋宋朱南瑞東坡 是諸多的一個屁股 當時在宋代的一個政治體系裡面 他還是有交付給一些御事大臣去審理的指標 那是宋代眾文的一台 重要的指標 所以 基於尊重建貫的傳統 允許神中只能下禮 下禮 farther禦 就去查辦事 好了 東坡是四月二十號到五州 七月二十八號就 constraints 三多點 答案請記住七月二十八號 McMahon 中國從古臺人發生這年開始,往後的7月28日會特別有消息,都不是什麼很吉祥的例子。 有很多的故事,最重要的是,比如說,後來東國被扁到黃中,那後來那昭雲元氣,甚至一個小孩叫蘇頓,中國寫的是很有名的詩。 然後,後來東國從黃州被移到五州區的旅途中,他的小孩的去世要治。 焦雲的唯一的小孩,她所痛苦而生,她有多麼勸她練習,來豎起她的情緒。 她去世那天就是7月28日。 反而東國出來,跟司馬光臺人也鬧得虛火不如, 中黨的人也對於東坡諸多的批評,覺得東坡為什麼還要回顧王安石的刑法。 反而東坡認為對於很多事情,那是舊事論事,不能因人的費政。 反而司馬光臺人也不以為是公報失誠。 東坡很勸,她自動地請掉,離開舊黨的陣營,到唐州去院管。 當時批發她離開朝廷的那一天,也就是7月28日。 東坡的群職,跟新舊黨的老團都無所事成。 當時批評了一些事情,東坡六十五歲,然後離開海南島。 很多醫生病了,最後多了一段時間。 很多第二年,六十六歲來年,7月28日,她去世了。 從今天開始,7月28日,東坡的面臨人生,又見大了。 被捕之後,一刻的送到大牢去。 從8月18日的地方進入御史臺的生命。 後來這個事情稱為御史臺。 就稱為御史臺,御史臺。 所以稱為御史臺。 那在傍晚的時候,御史臺,侵襲了好多烏鴉。 所以御史臺也叫御史臺。 所以我們不是稱御史臺,而是御史臺。 也稱為御史臺。 也稱為御史臺。 所以把東坡有關的,對新政的一些相關的御史臺都拿去考慮。 那些人聽的手術非常多了。 中國寫了什麼詩要,我們就御史臺拿出來。 中國必須要照實回來。 但是那些大臣的考慮,都不得不御史臺。 中國十幾、二十年寫的東西,每一手都講得清清清清清清。 他們都莫可賴了。 所以最後,幾乎有多種私心。 現實的法權。 拷打了旁邊的一些犯人,來恐嚇他。 如果你還會認罪的話,就會侵犯你的身體。 這個時候,東坡覺得這個事情受不了。 最乎他覺得事情大不了。 但是還有一個小差距。 東坡這次陪他去應生的,就是他的長子蘇脈。 他的分布蘇脈,我關在一個御史臺裡面。 對外面的一個商品,就無法去答聽。 但要有什麼樣的一個重要的事情, 給他一個暗號。 知道他去發生了一個不妙於他的事情, 他做好心理的準備。 他的暗號是, 也輸出魚給我吃。 你都知道你大概是大事不必, 我會做好後續的暗號。 那有一回蘇脈就有事, 不能到獄中探望他的父親, 就擺脫他的一個遠房的親戚吧。 那長者呢, 他的蘇脈人受罪了。 所以準備要來, 魚肉肉出了街牢去, 給我吃。 都把他打開放開, 看他就有魚了, 不得了。 所以他當下寫了兩首詩, 就做了一對他的弟弟, 而且他就失決了他的弟弟, 就託那個玉族梁城, 等他死後的交給他的弟弟, 即使一手接一手, 我解釋什麼意見事。 他也針對他的弟弟, 教他後事。 我聽到發現, 最重要的是, 因為發現, 最重要的是, 這些玉族, 那些玉族梁城, 無法去問出什麼來的, 可能是從動詩子來侵犯, 這就不是他, 也是無法做徵德啊, 跟家人合作, 所以說話, 畢竟行同事。 那看著東方的一個鬍子裡面, 他不是這樣的一個, 真的回語, 很無法的一個, 而且重心給的。 他在這種詩裡面, 完全被準備了, 一開口先做什麼呢? 聖主如天, 萬如春, 小城與岸自亡神, 百人未滿, 先藏在, 十口無歸, 更累人。 四處春山, 青山可埋骨, 踏實業餘, 獨上神。 與君士士為兄弟, 又姊來神, 未寧了。 其實蠻清涼的, 這起來也簡直通過一種, 溫厚的面, 當然也有他悲涼的, 但從那個態度看著東方的一個, 他的一個精神, 他明明這個事情是因詩而野而破, 所以他成為, 後來成為舞台詩來, 可是東方的想想看, 他寫的最後的決別的話, 還是由詩歌來寫出來, 七年的歷史, 看得出他是死心不改, 他不認為他的詩有罪, 他有死前的最後的話, 還是由詩來表達的, 你看這個歌詩, 這種很重要的, 起碼是對自己的生命的堅定, 有他寫的說, 自愛不兵殺戮免, 也是一種自我生命的肯定一樣, 非常清楚的, 簡單地講, 這就是重點, 當然這就是沒想到, 有時候, 有些偶然的動作, 反而是重視自己, 起碼就開篇線說, 聖主如天萬物春, 很感謝純仁宗皇帝, 他考試來到現在的神宗皇帝, 事實上, 幾任皇帝的東方都是好的, 覺得這位人才應該受到重視, 基本上, 神宗皇帝在比較重力的態度, 先看看神宗的結局, 再去決定, 他們基本上有尊重, 靈光能有權責, 也不能太偏盤, 偏盤東方, 看東方怎麼回答, 所以他就感激了聖主, 如好山的天涯, 很上瓶啊, 天涯, 處處逢春, 帶生機, 我們也得到他的批評, 好像他生出我們的美好的生命, 美好的角望, 這次對於當今皇帝, 或者之前的皇帝的一個感, 他帶來給我們春天的美好的生活, 帶來生機, 但怪怪自己們, 小誠於藍子, 直徑不好, 才愚昧的, 才不懂事的, 而自己遭遇殺仙之過, 說沒有, 我們講, 日後的東方遇到朋友, 有關他的, 也對王安石恨不恨, 或者他的偶像不恨, 東方說, 心中有恨,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有個恨很麻煩, 就會有, 拜了更多的我們情緒, 會拖頓不移, 和腐蝕你的神明, 所以東方採取另外的態度, 就是自己承擔法, 就是求人得人, 就是我自己不好的, 還有自己的, 照用一條件的困難, 但是後面那位, 既然是絕命時, 就交代後續, 通過了不談, 他跟他弟弟做一些交代, 他說, 說, 百年未完, 先賺賺賺, 因為我們人, 因為我們人, 我們的連獸, 所以老天借給我們, 百年可以還給老天, 那老天不會給你一百人, 本來聯絡給你一百人, 但是你做過一百人, 八十就寄出, 給你一百人, 所以, 絕對不可能那麼, 所以, 當然, 現在都不能四十幾歲, 當然, 百年未完, 還不到一半呢, 我就先把我的, 老天給我的一種命, 我先要償還, 一般寫出, 他現在的狀況, 百年未完結, 但更可悲什麼呢, 十口無會更累人, 東波一加了十口, 當然不只是十多口, 有太太和小孩,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 那, 那類似誰呢, 那一個類似他的弟弟, 弟弟已經夠幸福了, 家裡的小孩有多, 他的弟弟還不生小孩, 因為他媽媽就是女生, 而且對我一千, 以後他出家也花好多錢, 現在呢, 東波說了, 我死後, 我的家裡通通都有我的弟孩, 沒有別的人, 十口無會更累人, 女生呢, 多麼的單純寫下的體育, 都多知不知, 自己醫療還用, 自己的家庭, 小孩很小, 書麥還剛成年不久, 還陪著他來這邊, 但往後的小孩都很小, 這些人最後都歸給他的弟弟, 來消耘, 只能更累化他的弟弟, 那這個人, 在經濟上面, 他們只能寫從他的弟弟來幫忙, 來解決, 但是剛才很怕什麼呢, 他說, 事處青少女可白, 我死後呢, 事處處處是變白, 我有指望, 像以前我們打算把, 我把銀貴老婆都加上去, 我跟我前妻合葬, 這些事情都修貼了, 因為完全沒辦法做這事情, 隨隨便變白, 隨便找不上, 就把我買, 這是跟他們原件的打算, 完全不同的, 以前還可以有, 有結犯同友的, 以及有想法見的補合, 還更可怕, 更大一種, 他弟弟, 還在生的人, 的一種男生, 因為他說, 他是葉雨, 補不上的神, 所以東部的文學裡面, 雨有另外的一個意思, 他跟弟弟的一個秘密, 他兩個有承諾, 我們說, 葉雨對床, 已經成長了一個故事, 以前跟弟弟也想過, 工程林鄭秀, 有葉雨, 刻意床, 想起我陰霧的詩子, 多美好, 溫馨的一個畫面, 反正想到, 他弟弟以後, 碰到異業的時候, 他一個更獨自半男, 想起他的哥哥, 就當我叫去世, 無法跟他去, 實踐這個理想, 他自己也有不上, 這是東部的一個, 最難過的地方, 他最承諾的一個弟弟, 反正要弟弟來承擔的, 在經濟上的, 是精神上的獨自半, 是多成的, 所以, 對弟弟發了很多愧疚, 只能說, 與君事事為數, 我就虧欠了, 虧欠了, 我希望以後, 還會死後, 還能跟你一生一十多個孫子, 要解他生, 要解他, 來生為你, 我們來生, 再做你, 還沒完, 覺得你願吧, 以後, 我有機會再回報給你, 這時, 結束還是相當動人, 但是別的, 當然, 東部在獄中寫的詩啊, 不可能就不順利能夠唱起來, 最後還是得, 被收察出來, 哎, 沒想到詩根傳統後宮廷, 就給太皇太后讀到, 太皇太后讀到, 太皇太后讀到很感動, 就跟了神宗皇帝, 你想想看, 當時我就在在場的, 仁宗皇帝, 經過科學考試, 回到朝廷, 朝廷, 內宮裡面, 跟基地說的話, 他說, 回朝廷, 密的兩個好家的家, 沿由在, 你看, 東部一開根的時候, 聖土人, 他東部絕對沒有學習, 小人啊, 英文字的教練, 就叫神宗皇帝, 好好處理, 那神宗皇帝, 當然也是, 要把這個案, 也還沒有到時期, 他沒想到過了不久之後, 蔡王大后就去世, 他病重的時候, 臨死之前, 還陰陰叮嚀, 神宗皇帝說, 他說, 以作詩細譽, 因詩犯罪來被關, 得非受了小人重傷, 名字的小人, 就跟中山中泡了, 所以, 要他不可因這個事情, 由智商中和, 那這個時候, 他去世後, 把神宗皇帝說, 下凡結, 皇室要無敵善事, 呼籲在善事, 由時, 很多人都提醒皇帝, 宋戴的三大家法之一, 第一條是, 不少人成功, 你要不能犯結, 神宗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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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參加這個機會, 就要一起遇到, 朝朝趕快解案, 通過當然就是, 死罪就可眠, 國罪難逃, 就被扁皇宗, 但團戰父母, 團戰父母是, 不得慶祝公使, 結果定案, 從7月28號, 佩服, 8月18號到獄中, 一直這個案, 破到12月29號, 東坡在那一年年底, 就被放出來, 一放出來, 他的一刻寫人手勢, 寫出了, 以後的生活, 心情等等, 你看他只是死性, 他不要於他的私有, 你為什麼用私人網路, 你為什麼用私人網路, 當然這個對於後來說, 是很大的一個, 政治上的傷害, 你在生命裡的一個, 就是很專業的一個, 事實上之前的東坡, 當然是純真面子, 覺得這個季度才華, 無欺傲然, 但是男人光芒似這後, 就會銳利傷了, 就在木臺山的起見, 東坡就漸進人情了, 冷暖了, 知道他的弟弟如何為了營救他, 千辛萬苦, 他的長官如何為了他來求情人, 最後沒想到, 這些幫他求情的人, 營救他的人, 通通都獲罪了, 所以東坡最難忍受的變化, 英國的事情罷了, 這些人都因此而受到懲罰, 拿錢給別關, 彼此皆是, 動物又牽涉了好多人, 這就是東坡的心情打擊, 最大是這個東西, 後來東坡回到船舟的時候, 他心情也很容易, 我覺得他很幽默, 但是東坡如果是好, 整個人躲起來, 不省得跟人家接觸, 因為怕別人在跟我來晚, 都會害得沒人, 所以東坡來到船舟的時候, 常人的朋友, 有些人也很年輕人, 跟人家接家東坡, 東坡就怕你不要來, 不要跟我接觸, 他不止三番四起, 這個文章的語題就是這個詞, 多難為人, 不太多苦難, 很害怕, 再接觸他, 本來愛同友的東坡非常大, 就是黃東坡, 受人家打擊的, 他已經整個人進攻至秒量, 不得如何是好, 黃東坡就全是, 多難為人東坡不會走出來的, 很艱難的歷史, 因此可以逃不及的力量, 當然東坡也記得很多外民來豎解, 宗教各方面的安慰, 跟朋友聊天, 有情的一種, 問題是否也對待, 對他來說是很有幫助的, 我覺得如果我們年輕人, 造勢的很多在歷練的時候, 不妨就學東坡, 如何進入這些人, 來調整的事情, 所以黃洲時期是一個重要的節奏, 那, 只要考究我們進入東坡的黃洲時期, 那黃洲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就在湖北的黃岡縣, 這個地方, 是在淮南西域, 在揚中與西, 很偏僻的地方, 跟朝廷法里見慣, 絕對不比你逃過的地方, 因為是很偏野的地方, 那距離京師也很遠, 而黃洲中坡有一個很艱困的生活, 但他們的薪水也不偷了, 他會有一點, 黃洲團面複食, 而且不得清出複食, 所以團面複食的散關, 它是很低的, 中坡就很結局, 曾經跟他行銷有談過他的生活, 他估計在裡面的積蓄, 只能過一百多天, 會怎麼還, 他跟他講過一個處理錢財的方式, 那黃洲的地方, 有物價還好, 相當特別便宜, 有豬肉特別便宜, 馬上竹子, 有時候來說還好, 可以吃個水, 可以把豬肉給你, 可以扣花, 反正現實生活是蠻困難的, 你必須要自理自己的一個情況, 如果說了馬上竹子, 試試看, 我去把這幾百多天的錢, 把竹子拿下來, 做了三十一個小節子的竹子, 那竹子開始動, 好像不滿樣的, 他把馬一個月分好了, 一個月有三十錢, 雷錢都放在一個竹子裡面, 然後把繩子畫在梁上, 那個梁子高高的, 那竹子不能隨便去動, 每天都拿一個下來, 那竹竿就由他太太保管著, 然後把這個竹子掉下來, 今天自己用這樣的有限的精彩, 用上了另外一個就放在旁邊, 然後把它放下去, 做它的運動器, 每天這樣去動, 非常的有限, 那這個是生活上的一個困境, 但更重要的是, 我剛才說的, 這個心很像這個問題, 多難問人, 那竹竿會進去, 一個就是動過有業, 有遺胎跟朋友的麻煩, 書信之內少了很多了, 因為他怕, 自己會帶來的一些麻煩, 那新教的朋友盡量拒絕, 所以他必須要回到很多內在, 那黃秋的地方, 有些寺廟跟道館, 他是常去的, 在黃秋裡面, 我們沒有注意幾個地方, 我們講的, 剛才講到平山談, 人與地方都不去關心, 那黃秋的時候, 有幾個地點, 第二是定位院, 是他剛到黃秋的時候, 欺去的一個生廟, 無家可虧的, 你就會被點官有自己安排好, 沒有人可以去幫忙, 所以剛開始還好, 只有長府去幫他, 就有定位院, 八字的一個生廟, 那吃飯也有省事的, 人家會消失, 所以等到五月多, 二月到五月多, 地底把家人帶來, 一家大小, 圍貫發住在這個地方, 所以透過二州和五昌的支州幫忙, 他就搬到這個地方, 林高亭, 在林高的地方, 那幾條黃岡的南邊, 三戶的地方, 裡面有幾個房子, 有幾個房子, 都搬到一家石子頭, 勉強可以去住, 這個地方是像, 高也蠻危險的, 因為夏琳寶, 他的故事也要去沖州, 所以東坡覺得點不安的, 剛開始, 這個大概是成為東坡他的家人, 是棄居的地方, 反倒東坡城, 元豐三年, 元豐四年, 他的一個朋友, 叫馬夢德, 幫他求的一個營地, 廢止營地, 讓他去開墾, 東坡很努力把他開發的地方, 他當時也讀了白軍的詩, 白軍的詩, 白軍的詩, 他把他的名號取來用, 所以他稱這個地方, 副東坡, 那地方我們都有記住, 東坡文學, 黃中文學, 這也是重要的地方, 東坡稱為他, 可以耕種之處, 後來他取好, 一連之後, 他就取好東坡居室, 從一個舒適子彈, 老人區號的東坡居室, 他必須要重新來確認自己的身份, 跟土地的接觸, 重新獲得新的生命力, 能界點出發, 所以東坡文學, 在東坡附近, 有個空間的地方, 他在冬天完成了積雪之中, 他把牆壁也讀了一個學籍, 稱為雪堂, 在東坡在黃中學籍,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這地方是他可以在那邊休息, 讀書, 你們約朋友, 見面的地方, 不管多晚, 東坡在雪堂工作, 在東坡跟蹤, 在雪堂裡面, 或者在小酒, 或者在那邊, 他儘量都要回家, 這雪堂是他沉澱心情, 在精神意見上面很好的, 讓他可以沉澱心情的地方, 可是不管精神多好, 他還是要回到他的人間室, 一定要回到林道坡, 他的家人妻居的地方, 所以東坡文學裡面, 在黃中學期, 有很多時期, 他晚上月夜之時, 然後從雪堂回林家的過程, 有很多很重要的作品, 有時候他也不離開回家了, 他可能插到別的地方, 比如說去了吃壁的, 不管吃壁都晚了, 第二天他還是要回他的林道, 所以裡面有看到, 這些地方對他來說, 都有某些象徵的意思, 在心靈上的, 在現實上的, 他如何在裡面取得一個新的平衡, 有時候有發生, 就回不了家了, 因為這樣不是真的回過去, 而是心靈上的無法去接受, 這些人情人如何是好, 他必須有積極的去調節, 所以這些, 我們讀東坡的黃洲籍裡面, 都有關注的一些重要的問題, 而且空間, 我們就要留點這個狀況, 還有時間的問題, 東坡是原封三年, 到黃洲, 原封七年離開, 黃洲有四年, 有兩個月, 有別的生活, 剛開始報道的時候, 你根本不需要待多久, 那他的詞, 你會做了很短的時間, 可是會看出了他裡面的眼睛的歷程, 原封三年到四年, 是他的原封黃洲時的初期, 剛到黃洲的時候, 你會做了什麼心的語氣, 心裡面很不安的, 你的詞意也充分反映出來了, 老人在台灣市都會, 很快地進入他初期之後, 看到了在多朗威嚴之下的情形, 都或是有展現出來的, 將於不安的動作, 很清楚的, 詞意要出來, 但我們順便來講, 黃洲時期為什麼執著, 他做了他很重要的書籍文題, 而事實上, 他沒有停止詩的創作, 在詩的寫作量上, 還是都會詩的, 我們也講過, 東波事實上, 從他出生以來的文書創作過程裡面, 詩都是他重要的書籍文題, 只有一個時期, 是比詩小的, 或者是從韓國文藝國寫進一百多天, 但此外, 他的詩還是去做他的書籍, 但是詩的創意上面, 他不想詩, 詩對他是一種, 配音樂的一個問題, 他的政治關係的一個不容身, 所以東波由他來寫這句話, 事實上能夠扣他的任何心情, 反而增加這個文學的一個, 文學的一種情味, 當然東波也有意思的, 因為詩文惹禍, 來到黃洲的時候, 他盡量小時, 就是跟政治有關聯, 跟詩政有關聯的詩詩, 所以一些很重要的議論文, 他就寫了, 就是政治的一個盡量, 他的詩盡量也寫, 就是比較平凡自然的, 比如說你去的, 但是少也政治有關, 反而這個人擱置這句寫詩之後, 東波會把詩放入一個純文學的創作, 而詩, 既然他存在韓宗語大, 已經把他當中的書籤詩一樣寫詩的話, 詩就更能夠符合他, 來書籤他心中煩憂情義的一個問題, 而且不自覺, 因為這個時候, 他起碼關閉了文學部, 推持著詩跟存在, 另外就是, 新的問題就來, 一些小品文, 一些散文複製出來, 所以他的文學性很高, 因為這個時候, 東波畢竟寧遠離了政治生活, 那文學的應用功能的減少, 反而多用力在文學性的創作, 使他的詩更有深度地去探索生命的一個比例, 而且文學的教育不同的提升, 這是原因的, 而詩為什麼非要在黃舟是一個原因, 因為就是貼近他, 內在有潛意識的部分, 他能書寫或者成進去, 他不為人知的一些隱憂, 他的生命的思考, 所以我們都會讀到那個部分, 那在三年到五、七年間, 你看到本詞裡面成進去的一個變化, 由而成為多讓未能的優質, 慢慢能夠跟土地的接近, 然後走出來之後, 從坦然接受的生活, 到一個比較清晃思藍的一個路程, 很清楚地看那個變化, 那這裡面我們突然所分辭的階段, 從三年初起, 但中間有一點呢, 其實非常關鍵, 我們就把這些重點和方法裡面, 做很詳細的特殊, 所以原封, 看好杯, 中國杯, 王宗的中間間也, 自己起碎, 接著所與關鍵的是, 因為當時, 從今年的開始, 東坡已經開始致好東坡居士, 準備又活一個新的人生, 急遇了舒適彼此, 先人生從此開始, 他開始引了校法桃園銀, 有更重, 更土地的階級, 一起的準備, 從今年的開始, 我沒想到老天, 他開始大玩笑, 連下兩個多月的雨, 只要東坡這個耕地, 整個都會衝毀, 無法更多, 東坡就只能躲在林高桃園, 不能和林高虛號, 這也是關鍵的時間, 假設這年, 東坡就無法去潑上去了, 東坡的文具, 東坡之前也是也量值得夠高, 但是少了這一年的話, 東坡的人生, 而且文學的人生, 就少掉很多偉大的詩片, 偉大的作品, 那是他最豐富的一個人生能力, 而且非常關鍵, 我們有花很長的時間, 看到這年, 東坡發生了什麼事情, 從詩的衝作來講, 東坡這年很值得注意, 寫了兩種很重要的詩, 東坡最悲痛的感覺是, 就是他的寒詩的詩, 我們後來傳到他的詩書的《揮報》《寒詩帖》, 就是《建議》的作品, 那就是他周來宇宙, 忽然如何是好, 寫了一個寒詩詩, 寒詩詩最後的結尾是什麼? 也離意孤獨窮, 死會吹無氣, 也就是東坡一種絕望的, 走極點詩, 我們說死會固然, 東坡突然說死, 要化為死會都吹不及的人, 因為這樣不曉得怎麼化, 就在林高亭, 岌岌可惟, 雨不能下不停, 不曉得整個人活下去, 他想去悲悲悲傷的感受事, 好像老天故意跟他作對, 然後他支持死地後生, 等了兩天後, 很雨停了, 東坡就鬆口氣, 朋友就覺得東坡也蠻鬱悶的, 就請他出去走走, 就跟著朋友去看山中的路, 然後順便去看田地, 走在旅途中, 東坡寫了他, 很有名的首, 如剛才對照前面那首男歌之人, 很有名的, 遇到風雨的詞片, 就是定風波, 還要繼續跟民國上上的幾天, 所以如果求聖過來, 我們都會這樣, 一間一間一間, 已經到一個絕境的時候, 突然間, 回到時就野無風雨的東西, 但是那個時候那麼短的時間, 真的做得到野無風雨的東西, 但也不是那麼有意義的, 像是你的前奏的, 具體型, 多麼有未來的十幾個時間, 要十幾個月以下, 就達到野無風雨, 那這個是你的前奏, 好, 好, 這年過後, 到夏天, 都會重新寫, 處理他過去的記憶, 寫了野無風雨的東西, 我們很少看似回同年, 通過回四十年中的法式, 這種同年書, 有什麼生命意義呢, 東坡寫了什麼呢, 但也很值得我們注意, 好, 從事實上呢, 從之前的踴躍月開始, 都會有人生無夢的談談, 學見教育觀感的感覺, 我們說是一個前奏, 只問了, 只問了, 家人, 何在呢, 有一種, 有人生的思考, 可這個一直延伸出了, 就到這一年的夏天, 可接著這些動線, 和唯一童年的前奏, 和唯一童年的文學, 這個問題還是沒辦法解決的, 情感不斷地突發出來, 等到那年的秋天, 東坡的文學者的文學, 表現在的赤定文學創作, 揭露了煉武教, 前後之一的書, 這年, 從東坡來說, 從詞來說, 東坡寫了很多的文學, 從東坡到東坡, 東坡到東坡, 東坡的文學, 都是他文學創造非常高的幾個字, 在文裡面更不如說, 文卡, 喬治的多間年, 書法、詩歌, 多間年, 大的年齁, 就說, 這間年齒, 對東坡來說是很關鍵的例年, 不只這個詞, 整個文學、藝術生命, 整個思考方面, 就是新的一個結果, 我們會透過自己, 看到這個變化, 很重要的一個影響, 這一年之後, 通過經歷文學的書籍, 我們會花時間, 從內容, 會講到前後主題, 台語國藥臺灣市就有空, 可以先來前後主題, 那這年過後, 通過這些問題, 看成三個四個字, 它有新的一個, 有新的意境出來, 能夠文學, 能夠得到, 到後, 閒視是一種文藝, 因為往往是閒也不閒, 可是我們看到, 原封六年以後, 通過文學, 突然進行文了, 閒情逸致, 所以就比如大鳥的故作品, 出來的, 那年, 比如我們都聞的, 會看到通過, 就是它的成天事業, 而且悠閒的文學, 比不太多, 很多國居然在經歷前面的, 寒視一種, 沒想到, 一年過後, 東的文學, 經過這段思編, 導致新的進步, 一種擴大自在的, 一種文體, 一種擴大自在的, 文學主辦, 還有, 廣中學的文類, 文學, 東歐文學, 在此裏面, 從來看它的一種發展, 所以這個當然是一個, 一個條件, 東歐還可以是沒有真的, 的力量, 他離開黃舟, 回到朝鎮裡面, 東歐另外的新的界面開始, 他如果秉極的力量, 重新走回朝鎮, 這是他往後更重要面對的東西, 這個到黃舟時期,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一個面對程, 那我希望大家回去, 我主要準備考試這件事, 空大譜, 可以看看空念的詞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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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